第1978章 九世成仙 这片宇宙很寂静 也很荒芜 周围都是残破的星骸 没有明亮的大星 暗淡而冰冷 很多年不见生机 师父 你还在吗 这一天 远处传来喊声 那是一条赤龙 身长数百丈 在这个地方盘旋 露出幽色 轰 一颗残破的大星上 冲起一块金属杯 而后 它滴血 接着一个人从里面走出 满身都是伤口 鲜血不断躺落 这自然是十号 它自从回来后 舍身忘死 在这里苦修 利用虚空仙金杯这块质宝 跟自己战斗 数年过去 十号留在天庭的魂灯 数十次暗淡 其中有很多 此都要彻底熄灭了 驻石吓坏了天庭众雄 尤其是这次 它的那盏魂灯 真可谓游进灯窟 眼看就彻底熄灭了 侍龙第一时间赶来 要探个究竟 吓死我了 天脚椅 木青他们也都被惊得出关 让我来观看 真怕你作画再次 赤龙长出了一口气 我没事 十号摇了摇头 拖着残破的躯体 盘坐在宇宙中 吞那八方精气 心灰无尽 从远方涌来 没入它的躯体中 赤龙怪叫 还说没事 数十次险些毙命啊 师父 你不要这样拼命啊 仅几年而已 十号就有数十次 毙命的征兆 不用想也知道 他的修炼何等的霸裂 动辄就要陨落 的确 数年下来 十号在虚空仙精碑内 跟那个自己大决战了数十次 每一次都两败俱伤 险些死亡 甚至 有几次他都不入死境了 直到最后 利用真黄宝树 利用柳神的法 艰难涅槃复苏 这才熬过来 师父 你不要太拼了 万一你真的出现意外 天庭别看顶上到极点 肯定会瞬间崩塌 赤龙劝解 同时 他点出 三大鬼仙 若没有十号压制 日后肯定是大患 而七彩仙精人 如果没有他在世 也肯定要离开 或许 只有那些英灵会守护 但他们毕竟没有肉身 如纳无根之平 我知道 不会有事 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让自己走上绝路 十号说 话虽如此 但是 在接下来的百年间 他依旧在悟道后 去跟自己的真身战斗 虚空仙精碑在这百年来赤红如血 不时流淌精血 最严重的一次 十号的魂灯彻底熄灭了 连禁区之主都被惊动了 亲自赶来 寻找十号 最后 人们找到了他 独自漂浮在宇宙中 身体发冷 木庆为他喝下三罐鲜血大药 十号这才复苏 大意了 他露出歉意 看向众人 让这些人担忧了 你知不知道有多严重 禁区之主很严厉 大声呵斥 这一次 真的很险 如果他们找不到十号 他或许真的会就此长眠 死在了宇宙深处 你耗掉了一次生命 死了一次 日后再服用鲜血大药 已经不能续命了 禁区之主严肃地说 这很严重 十号已经服侍过不死仙药 曾在地落时代续一世命 而经鲜血大药也无用了 我知道 这次我要成仙 不会再为这些考虑 十号说 细细想来 真的很可怕 他跟虚空仙精杯中的自己战斗 两人实力一模一样 但他只要战死 就真的会陨落 这是何其可迁之事 虚空仙精杯是一宝 真正的举世含有 但他也是危险的 在里面修炼 战斗 随时能将自己送上绝路 这么多年来 十号一直在走钢索 稍不留神就会万劫不复 只要进入仙精杯 遇上那个自己 便没有妥协的可能 两者只能血战 正是因为如此 在生死间感悟 在血战中悟导 他在积淀 在缓慢蜕变 想要在这残酷的魔力中成仙 为了冲关 他算是丢掉了一次命 死了一次 这一世很短暂 我活了一万三千多年 十号低声自语 严格来说 如果算上 帝落时代的经历 十号现在算是 活出了第九世 岁月无情 又是八百年失去了 在这段期间 十号百战不死 万战不灭 他一直在战斗 每年都有很多大战 每次都游进灯枯 这是最残忍的修行方式 一切只为了冲销而上 他要成仙 要在地狱般的魔力中 度过这不可跨越的天前 上万次濒临死境 几乎等于死亡了 谁有过这种经历 每年都如此 每个月都如此 在最恐怖的大对决中悟导 自己跟自己疯狂厮杀 轰 宇宙深处冲起滔天之光 让各大星域都暗淡了 什么 那时 许多人震惊了 各大禁区内沉睡的生灵惊醒 全都睁开眼睛 望着这片星空 看向宇宙的尽头 成仙之光 照耀古今 怎么可能 在这末法时代 怎么能有人成仙 不要说是其他修士 就是禁区中 都传来了吃惊的声音 有些不太相信 然而这就是真实的事 成仙光芒照耀乾坤 一刹那而已 光雨洒落 直接席卷向九天十地 因为 这是末法时代 一旦成仙将不可想象 直接影响了整片宇宙 各族各教皆知 深深震撼了每一个人 此刻 天降甘露的永神拳 虚空中生出无数金色的莲花 种种意象难以言表 整片天地都是神圣的 各族震撼 凯天辟地头一次 这一末法时代 有人成仙 打破了常理 这得有多么的艰难 在红尘中成仙 在末法时代进阶 这种难度 好比登天 几乎不可能完成 就算修到漫长岁月 一推眼来算 这种时代 根本不可能成仙 太难了 末法时代 连成就及到至尊 都极难成功 怎么可能成仙 天下震撼 举世喧闹 轰隆 惊世雷光落下 让各族修士又快速闭上了嘴巴 一下子安静了 因为那雷光太恐怖 哪怕相隔无穷远 还是让人心急 胆寒 那是混沌雷光 那是仙道闪电 太多了 密密麻麻 将那片星空淹没 咔嚓 仅片刻间而已 那片星域完全毁掉 不复存在了 在仙光中 在混沌间 十号急速远行 他冲向戒坟 闯入那片 由废弃残戒组成的古地 去那里成仙 不然的话 他怕这片宇宙被击穿 被打残 那雷光太恐怖了 依照他从古术中 所了解的情况来看 他的成仙劫难 比至真仙应有的天结 要猛烈 更为可怕 杀 十号大喝 竭尽所能 对抗着成仙劫 同时 他警惕住 看是否有黑暗 与不祥出现 当年大长老功败垂成 最后就是被黑暗 不祥所侵蚀 雷光亿万冲 到了最后 斩仙老刀再次出现 这场大截 十号足足度了数日 情景要多恐怖 就有多恐怖 害人无比 这是成仙劫 毁掉了戒坟内 许多的残戒 雷电锁过之处 诸多残破骨戒 化成虚无 被打得彻底崩碎了 最后 十号腹部的伦海发光 低到宫内 响起经文声 四肢对应的四级神力流转 几被一条大龙更是冲起 没入苍穹 发出龙银声 震动九天 最后头骨那里极致璀璨 光雨无数 仙台轰鸣 十号以身为重 曾创出自己的法 此时五大秘境伦海 道宫 四级 画龙 仙台一起共鸣 发出随烂仙光 他渡劫成功 化作仙道强者 在红尘中成仙 远胜在仙域的同阶生灵 他可以横推世间诸敌 拥有了莫测的神威 等待这一天太久了 十号开口 洗尽繁胎之机 体表光滑流转 仙气阴晕 他拥有了一身不可测的战力 如今 十号肉身无瑕 原神不灭 法力生生不息 在末法时代成就仙道果位 第1979章超托篇 终于成仙 十号为了这一日 等待太久了 修道岁月无情 亲人 朋友 红颜 这一路上错过了太多 为了修道 忍受寂寞的煎熬 动辄就是闭关数百上千年 甚至在地落时代 动辄就是上万年 对常人来说 这怎受得了 还好 十号有数十万年 曾遗失在地落时代 不然的话 真在当世进行 那会更为残酷 成仙者 自古以来都难以在红尘圆满 一次闭关就是苍海桑田 那个时候 什么亲人 什么妻儿老小 大多都以天人永隔 生死两茫茫 便是十号 又能如何 他成仙了 可是父母呢 到情侣呢 子嗣呢 都葬在了石村 从此不可见 想一想也是很可悲 凡人间的七情六欲 红尘百态 是人生不可或缺的 而我错失了很多 十号滴滴自言自语 在成仙的沙纳 他没有激动 也无兴奋 而是悚然若失 这一路走来 直到成仙这一天 他才明白 错过了什么 丢失了什么 遗憾了什么 成仙啊 十号略为苦涩 当年 他就是为了踏上 修道路的更高峰 才毅然走上九天 离开罪州的火丧林 跟那个女子分别 时至今日 怎能没有遗憾 火灵儿居然变成了 那个样子 肉身还在 但神魂呢 他究竟在哪里 十号知道 在日后的岁月中 或许会失去更多 总有真仙也无力的时候 眼睁睁地看住身边的人 一个个老去 作画在岁月中 便是成仙 也不得不体会到 举世皆迹 一个人的孤独 嗡 虚空轻颤 最黑暗之地 出现一道又一道裂痕 有一株通体漆黑如墨的 磨连浮现 构建通道 那是黑暗一动 沙 十号大汗 一拳轰出 鲜光澎湃 伴着无尽的锐彩 将那里轰得炸开了 他恨透了黑暗侵蚀 若非末法时代全面降临 让那黑暗世界的生灵忌惮 不愿轻易降临 说不定他成仙会有波折 当年大长老就是那么陨落的 深陷黑暗 十号在红尘中成仙 这次是黑暗物质与不想等 也不能阻挡他的脚步 多少年了 一位红尘仙啊 欲不可能成仙的年代 正到仙位 他的实力会有多强 必然远胜其他真仙 禁区内 有一个生灵轻叹 天庭内 一片沸腾 成仙了 十号成为真仙 傲视当时珠强 他真正的崛起了 从此不再担忧岁月侵蚀 可以长生于天地间 这对天庭来说 意义太大了 十号若是长生 与时同存 那就意味住 天庭这个传承 可以万古不朽 三大鬼仙 两位真仙级英灵 还有七彩仙精人 都是在第一时间 赶到宇宙深处 见证十号的奇迹 天脚椅 木青 黄蝶等也都动了 冲到此地 不过 很快人们又止步了 看到了一场 那里仙光艳艳 瑞霞亿万岛 彻底笼罩了这里 实在太胜利了 那是什么 许多人都被惊动了 就是三大鬼仙 七彩仙精人都瞳孔收缩 很想俯冲过去 那种光非常绚烂 也很祥和 像极了宝物出世 宇宙深处 十号盘坐 自言自语道 原来如此 成仙后 他心有所感 催动原始真解石 触动了至尊殿堂的 那个雪白盒子 也就是当年 在石村附近出土的山堡 随后 这个盒子 竟然跟出自石村的白顶 融合在一起 璀璨而随烂 太突然了 白色小顶 是五色却送给十号的 曾用来封印他的孩子 而今小石头 被神圆叶 封在那消失的石村中 此顶被十号收在身边 今日在他成仙后 竟发生如此巨变 在我运转原始真解石 同时触动山堡 和白色小顶 他们两个碰在一起后 就融合了 难道是 十号心中一动 他很吃惊 也很期待 时光流逝 最后 宝盒跟小顶融合 一下子圆满了 他们彼此的底部 与顶壁 不再有凹陷 变得平滑 补充完满 这是一口顶 跟记载原始真解的 古质完全一样 雪白如玉 山堡消失了 在小顶上 密密麻麻 到处都是图文 到处都是符号 记载着一篇古法 依旧很原始 很桌朴 超脱片 十号双目神光暴涨 他露出震惊之色 众力寻他千百度 漠然回首 就在灯火阑珊处 有一段岁月 十号曾经百般寻觅 想要寻找这篇密法 结果根本就无头绪 找不到 谁能想到 他早已在身边 原始真解 共分为三篇 上篇为神影 中篇为超脱 下篇则不可预测 十号凝视这口 白骨小顶 仔细观看 将所有古老的符号 都映入心间 而后闭上了眸子 开始揣摩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睁开眼睛 超脱篇果然非凡 他依旧是用最朴实 最简朴的天地原始符文 构建出大道奥义 所谓超脱 在红尘苦海中度过 最后得以长存不朽 永存在世上 没有具体的法 只有古朴的道 用世间各种最朴实的符文 勾勒出这天地间的种种奥秘 产生大道本质 我呈现了 它对我没有那么大的意义了 但是 两相印证 还是给了我诸多启发 超脱篇很神秘 狠也强大 是一篇真正的无上大法 三大鬼仙 七彩仙金人都在远空盯着 看住十号身前的那口白顶 眼神灿灿 但最终吞了一口口水 还是忍住了 这是慌的东西 他们而今还真不敢抢 一年又一年 岁月之轮碾压 一晃又是千年失去 十号不止在巩固自身道行 还在参悟大法 轰隆隆 天地开明 混沌弥漫 这个地方 一尊模糊的身影盘坐在那里 伴着无量光 它缓缓睁开了眼睛 了却一桩心事 我留下了自己的路 自己的传承 哪怕发生不测 也无所畏惧了 总还会有后来者 十号自言自语 竟说出这样一番话 下一刻 漫天雷光倾泻下来 竟然比渡成仙节还要恐怖 十号的声音 在这片天地中响起 震撼了九天十地 响彻了六合八荒 果然比之它成仙时 还要恐怖 人体密尽沦海 一声大吼时 天地四方皆颤 人们看到 宇宙深处有一片汪洋在起伏 那是生命之海 伴着死气 人体密尽道攻 这声吼出后 经文声阵势 沙纳间压盖了 所有修士正在参悟的经文 彭腐有某一种大道 在人间回荡住 这一日 闭关的生灵都被惊醒 皆有了突破 这实在过于恐怖 怎能如此 人体密尽四级 这声大吼发出后 天地四级巨阵 彭腐有一万军之力 压落下来 撑开了混沌 通天动地 便是禁区中 都有古老生灵震惊 道 这是在创法 完全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现在太延出几法 干预到了大道的运行轨迹 影响到了别人参悟经文 还有修道进城 禁区内的一些生灵 真的被惊住了 这简直不可思议 有人在创法 有别于过去 在天地中 踏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 在此法出城时 简直是号令乾坤 任何一种体系出城 都会有这种异想 让天地都敬畏了 画龙 在这二字出口后 天地间一生龙吟 六合八荒巨阵 所有人都跟住颤抖不已 几备有一条大龙腾空 仙台 随着最后二字落下 天地轰鸣 大倒龙龙 不仅宇宙内光滑璀璨 照亮黑暗星空 就是各地也都如此 因为万族生灵的头颅都在发光 像是被人点燃了某种道火 埋下了一颗种子 太强了 这种法很可怕 还未传承下来 就让各族共鸣 等于在人们的心中 埋下了一颗道众 因为 这种法出现 才有这等恐怖异象 禁区都不平静了 即便是沉睡的各个古老强者 都被惊醒 不得不复苏 回归到这一世来 十号得到超脱片 参悟后终于完善了自己的法 不用以身为重 后世人也能够修行了 他将那条路贯穿 一条前所未有的路 从轮海启航 这种法完成后 影响太大了 故此降下的天节 比之成仙节还要恐怖 当年 他草创此法时 就引来过灭度雷节 将他批得险些形神俱灭 就更不要说这一次了 不过 而今的十号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成仙了 比之以前也不知道强大了多少倍 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 十号都在雷光中度过 有许多次曾被劈得浑身焦黑 甚至仙体都曾军裂过 血溅天地 不过 他一次又一次地熬了下来 他负伤的时候越来越少 那机体逐渐发光 变得无比的坚韧 当然 到了后来 这天节也是在变的 变强了 又一次让他遭受重创 可是 他又一次次修复伤体 千锤百炼 整整百年时光 就这么过去了 十号是在天节中度过的 这是何其可怕的事 从来就没有听说过 谁的天节会持续百年时间 只因为 这次的影响太大了 干扰了世间的平衡 一种不同的路 一个与众不同的体系 就这么出现 震动大界 这逆天了 百年雷火 百年煎熬 再生于死间徘徊 最终活着度节成功 十号的道行在激增 这等若是一次蜕变与升华 夯实了红尘仙的根基 并拓展向上 百年岁月 抵得上平日苦修数万年 因为 这是在渡天节中过来的 这条路 这种体系的开创者 成功熬了下来 得到的好处 是不可想象的 就是禁区中 都有人在探 很嫉妒 游记的 帝落时代 有人开创古法 最终传言 究极成就 险些破开仙王境 俯瞰在上 我该上路了 十号睁开眼睛 若两口仙剑撕裂虚空 他磨灭所有天节雷电 自身薄体不朽 肩不可摧 他决定去抑郁 第1980章 再灵抑郁 十号一步迈出 混沌气散开 他直接从宇宙最深处 回到了天庭内 星斗转动 银河震颤 威势惊人 师父 赤龙迎了上来 三大鬼仙 两位英灵 还有七彩仙金人 也都从狱外追着归来 他们心中震撼莫名 百年度节 这是怎样的一种场面 从来没有 创法者 秉承天地大好运 注定要大放异彩 他日的成就不可限量 第一时间 就有禁区的生灵贺喜 送上了一份重礼 当中有一些神药 放在药楼中 还有各种神丹的 这是从未有之事 禁区居然派人来道喜 这般正式 这一日 十号谢绝所有造访者 将木青 天脚椅 赤龙等召集进中央巨躬 他正式传法 一直点出 仙道烙印浮现 刻写在了他们的心头 永世难忘 师父 我们或修金氏法 或修仙古法 早已熟悉 临时改变道路 合适吗 赤龙问 雷灵也略有迟疑 换一条路走下去 究竟会怎样 我传下这种体系 你们只要牢记 可以去参考 若是自己不适合 来日可传给后人 十号说 我学 木青说 他对这个体系 有着极度强烈的信心 相信十号的通天彻底之能 因为 不久前 十号大吼出五大秘境时 天地间的异象太恐怖了 最后仙台二字落壁时 万族生灵头颅都发光 像是被埋下了盗众 这种传承 怎么可能流于凡俗 绝对是一条逆天之路 我也学 赤龙也不再迟疑 做出决断 十号没有说什么 传法完毕后 他要进抑郁 要了结一些心愿 不忍火灵儿深陷黑暗中 要将他带回来 同时 还有大长老孟天正 如果他也在抑郁 那么一定要救回来 显然 边荒无人去的那条路不能走 只要他闯进去 一定等于在昭告抑郁 他要杀过去救人 太明显了 他准备去大池天边疆 在那里寻找出路 你执意要去吗 禁区之主来了 轻轻一探 很是担忧 十号创法 这么大的事 就算在宇宙边缘也能感应到 影响实在太大了 这天地都在为他降下一响 普照神圣功辉 想不让人知道都不行 我不想你发生意外 希望你能活着 安然回来 禁区之主说 十号点头 请他放心 无论如何 他都不会陨落在抑郁 要留下有用之身 就是他自己也感应到了 创法并完善后 他的大道之路越发广阔 一片坦途 璀璨前路就在眼前 从宇宙天秘密过去 最终 禁区之主指引了一条路 那条路在宇宙天 不属于最近这两个纪元 而是漫长岁月前留下的古路 早已被封印无穷岁月 除却禁区之主这等老怪物外 当事人不可能知道 十号行了一礼 除此之外 他还能多说什么 在离去前 他召集穆青等人 秘密告知了自己要去抑郁 让他们在这段时间 要谨慎与小心 随后 他更是再次讲道 梳理自己的法语道 比之上一次更细致 这条路不能断 他希望这种体系传承下去 要经抑郁 不能打草惊蛇 他对外宣布要闭关了 而事实上 他第一站却是去了允仙岭 再次来到这片山岭的外面 再次传音 欲入内 一览不灭精 今日 允仙岭的反应不同了 里面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 最后有人走出 请十号入内 几个禁区都曾派人祝贺十号 对他开创出不同的修炼体系感到震惊 这次他在领允仙岭后 所受到的待遇果然不一样了 没有人再来拦阻 也无人挑衅与呵斥 此法记载于那面石壁上 请自便 允仙岭的人冷淡 允许十号观摩 但是态度上不算多么好 觉得祖主过于看重 那个后世崛起的年轻人了 十号拱了拱手 并没有张扬 原本他就计划住 对方能给予观看就观看 若是还阻拦的话 他这次也暂时不强求 不愧为不灭精 十号闭上眸子很长一段时间 终于睁开了眼睛 刷的一声 光束惊天 撕裂苍穹 这是一桩无上大法 可以熬练肉身 打磨骨骼 令人坚固不朽 永世不灭 有诏记载 就算有一天太陨落了 他的肉身依旧不坏 可以长存下去 甚至数百万年后 肉身还能再塑其原神 这太要挟了 哪有陨落后 原神消散 肉身还能再塑一个真我 要知道 这可是真我 而非孕育出的其原神 还是自己 十号在这里立足十日 闭上双目 他将不灭精 跟自己的法遇到融合 有了全新的感悟 收获不小 最后 他消失了 许多人都认为 他去闭关了 事实上 他进入雨天 跟大赤天 无量天一眼 同属九天之一 再寻到了一处遗迹 埋着数不尽残骨 有些至今仍散发仙道雾气呢 可见当年那一战 多么的惨烈 最后 他在地下遗址中 看到了一座法阵 最终开启封印 沿住一条黑色裂缝 闯了过去 两个月后 十号身上血迹斑斑 他拖着疲惫之躯 从那条艰险的古路中 进入异域 再次进入异域 他感慨无限 当年 曾被金太君卖掉 视为弃子 送到了异域 承受屈辱 险些死在这一界 而今 他又来了 是主动杀来 这是什么地方 十号漫步 他在寻找方位 确定坐标 这片区域 草木丰盛 山体壮阔 居然缭绕不朽之气 等同于仙域的仙气 很浓郁 同时 他感受到了一股 非同寻常的气息 略带清香 那是神药 或者仙药独有的味道 在这里飘扬 他到底来到了什么地方 十号狐疑 他静止向前走去 这块地方不简单 有法阵守护 不然的话 凭及他的修为 一个念头过去 方圆也不知道多少万里 便会映入心田 十号临近 他现在是阵法大宗师 这种古镇还难不倒塌 果然 山脉深处 非同小可 有一座火山 在其周围 林药很多 神光闪闪 是一处神圣古地 那火山 更为不简单 那岩浆中栽种有一株草 如同棍木般 笔直而坚挺 散发着刺目的光芒 它通体是金色的 比太阳还盛烈 真正的还阳草 十号金鳄 有些不确定 居然能见到这种东西 它跟一轮金色的太阳似的 发出极致绚烂的光 举世含有 这珠草神圣无比 太耀眼了 最后 十号半信半疑 这可能真的是还阳草 这不是仙药 但却胜死仙药 能救人性命 从轮回中夺回 这要价值太惊人了 其名字完全阐释了它的功效 十号研究了半天 弄清楚此地法阵的情况后 它小心翼翼 临近这珠草 显然这种草有灵 想要大叫 结果被它封印 而后直接挖出 丢进空间法器内 这价值太大了 光是此草便不需此行 当时候走出这片山脉 脱离法阵时 它露出一色 对面有一个鼓动 喷勃不朽之气 有人在那里盘坐 修炼 你 怎么从里面走出来的 你是什么人 赶进赤王养大药的净土 大胆 山洞中的生灵大喝 这是一名不朽者 盘坐在枝里 就是为了守护这片净土 确切地说 就是为了保护还养草 赤王 十号双眼微眯 关于赤王 有着太多的传说 有人传 他用赤王炉炼 死过九天这边的先王 自身也重伤垂死 一直在闭关 一个纪元了 都没有出事 难道赤王真的出了大问题 一直在必死关 十号自语 而后冷笑了起来 若是如此的话 这海养草 绝对不能给对方留着 这有大用啊 轰 几乎是同一时间 两人一起出手 那不休者早已大怒 有人莫名闯进净土中 让他恼恨 这是什么地方 是王养大药之地 外人怎敢临近 扑 这个不休者震惊了 一击之下 他的那条手臂 划成一团血雾 他才要怒斥 结果发现那大手将他包裹 一把攥在手心中 他骇然 这个年轻人为何这么强 抬手间 居然就擒下了他 太恐怖了 说 这里是什么地方 十号逼问 他知道 这种逼问无效 只是转移对方的注意力 手底下发痕 已经下手 炼化其原神 要知道究竟 扑 这名不休者的额骨炸开 原神散掉 直接毕命了 这不是十号杀的 而是搜索其原神时 此人要来个玉石巨坟 才导致这结果 但是 十号还是从那些残碎的原神片段中 了解到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乃是赤王一脉的祖地 赤王的确出了大问题 这么多年来 都是处在半生半死间 在祖地中沉眠 一直在等待复活的机会 赤王 真的是你的老巢 十号眼中寒光闪过 赤王用赤王炉 熬练了一位仙王 淬炼其精血 手段残忍 现在进来到了他隐居地 十号没有离开 静止向前走去 进入赤王的隐居地 他收敛了气息 如幽灵一般前行 因为 他想杀死赤王 你半生不死 别让我寻到 否则送你上路 十号冷漠说 第1981章捅破天 赤王 一尊凶名赫赫的不朽之王 无论是在抑郁 还是在九天 他都算是盖世强者 毋庸置疑 在决战中 敢恋化仙王 成就己身的 只有这么多一份 传言 他容炼一位仙王 在赤王炉内 等待时机 想要吞噬那位仙王的 一身道果 不光是掠夺精气神 那么简单 这是一个有大气魄 想要打破王境的恐怖 存在不然的话 他也不至于陷入死境 因为 他而今之所以半生半死 就是因为 在等待涅槃 想要新生 要打破旧的桎梏 开启一个全新的辉煌时代 他想破王而上 赤王所在的部落 占据住很广阔的一片山河 沿途上 十号看到了不止一处巨城 都很雄浑 有的比之地关还要大 以星骸堆砌而成 还有的城池 以金属铸成 悬浮在天穹上 笼罩着混沌器 镇压这片谷地 令不朽之气不得外泄 同时接引六合八荒的精粹 汇聚而来 十号一路前行 来到了族的祖地 这里太安静了 没有巨城 也无开凿出的无上洞府 只是衣衫而建了一座小土城 若非那里不朽之气浓郁 很难无法想象 这就是赤王闭关之所 一个纪元都过去了 还没有他的身影 不见动静 就是该族自己都在怀疑 赤王还能出事吗 若是一般的人 肯定走不到这个地方 主要是十号太强了 闯过很多处兄弟 同时避开了不朽者的巡视 接近赤王闭关之所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 一个纪元过去了 始终都没有见到赤王出现 没有一点动静 就连该族自己都麻木了 自古至今这里都没有变过 如此 年年如此 一个纪元都如此 所有人都松懈了 早已不用心去寻手 不过 小土城市的境地 一般来说 就是该族的嫡系血脉 都不能踏足 不可打扰赤王的修炼 在这里 有少数随从 负责打理陈旧的小土城 城门口 有几道身影 松松散散 负责守卫 那些人没有什么精气神 十分病人懒 因为 在这里守官 太过枯燥 整日面对境地 还不敢大声喧哗 也只能打盹 盘坐度日 十号入城 神不知不觉 前行逆踪 向住一座 最古朴与辉弘的府邸而去 那里外围是高大的院墙 那里是一座低矮的石山 环绕着无穷的不朽之气 据传 赤王就在那石山镇压的地窟中闭关 到了这里后 十号谨慎小心了起来 毕竟对方是不朽之王 哪怕处在假死状态中 多半也极度恐怖 但是 他真的不想放弃这个机会 如果真能干掉赤王 那将是无上大功绩 是震惊千古之大事迹 不朽之王太难杀了 任何一位都通天动地 可以横推各界 勇力无匹 真正的无敌事件 胸威盖世 一个不朽之王就足以灭掉 九天十地所有生灵 杀伤力太大了 府邸前 有个生灵正在懒洋洋的晒太阳 要多慵懒有多慵懒 趴伏在那里 一动都不想动弹 他已经看到十号露出构意之色 张了张嘴 想要问他什么话 但最后纹丝未动 露出奇异之色 盯着他 十号没有露出真身 身体模糊 走在这里 释放至尊气息 他隐藏了真正的修为 他既然现身 自然是想拿下这个生灵 逼问此地的隐秘 在此过程中 他已经祭出极杆正旗 封住了这块区域 时间之寿 十号心头一跳 这可是赤王一脉的本体 这是该族嫡系 不过他并没有在对方的身上 感觉到不朽的气息 他相信 一个照面就足以轰杀对方 十号逼近 盯着这头时间之寿 他通体赤红 胶的头颅 狮子的身体 但是他满身不是皮毛与领甲 而是赤色的骨刺 坚硬 闪动着冰冷的光泽 这是有史以来最可怕的种族之一 时间之寿 掌控时间 所向披靡 自古以来都没有特别有效的办法对付他 也被称作不败之足 被一个陌生修士这么俯视 时间之寿 神色冷漠了下来 并且散发出淡淡的威压 冷冽说道 你是何人 一介散修 听闻 赤王再次闭关 前来寻宝 十号 目光闪烁 放肆 这岂是你能接近的地方 时间之寿 沉下脸 一个废弃之地 赤王多半早就死去无情岁月了 你们时间之寿一族已跌落下神坛 我族又不是没有不朽之王 今日过来看一看 算得了什么大事 十号不紧不慢 正经地胡说八道 赤王闭关之地 凭你也敢乱闯 你身后就是有无上强者 他也得低头前来赔罪 无法庇护你去我族临死吧 给你一个机会 死得痛快一些 时间之寿 寒生道 他看起来秀为不高 但是却有一种冷酷之意 给人的感觉高高在上 以一种俯视的态度对待十号 如果赤王来了 说这些话还差不多 你也敢指点江山 号令天下 十号吃笑 随后 他向前逼近 探出一只大手 成淡金色 一把向那只赤红色的骨兽抓去 是 时间之寿太惊人 周围时光碎片飞舞 虽然道横不是很高深 但却避过了十号这一击 这让他惊折 他现在是什么境界 已经在红尘中成仙 一个比他境界的低的生灵 居然能躲过这一转 注实不简单 最惊人的是 这头时间之寿 突破了他所不下的阵气封锁 就那么朝住釜底中的石山冲去 十号一惊 暗道不好 他大意了 没有动用仙道之力 如果让这头时间之寿 逃出这片法阵的封锁区 那么一切都要暴露 是 他无所顾忌 张嘴吐出一道剑光 如一挂星河般璀璨 掀起激荡 划出一条惊世的轨迹 割裂虚空 向前斩去 扑 雪光剑起 十号动用自身大法力 催出先天本源之精 化成无上仙剑 斩落时间之寿半截身子 噢 时间之寿震怒 发出一声嘀吼 身体扭曲 光阴流转 岁月化成有形物质 包裹住他 跃出法阵 没入石山那里 他一眨眼就消失了 这很诡异 这头时间之寿 道行还不足 没有踏进不朽领域 却能逃过一劫 注识让石浩露出金龙 刷 他将地下 那后半截躯体收起 留住带回去 研究时间规则 当然 最后肯定免不了 要烤熟吃掉 这种事 他不是第一次做了 当年就曾斩杀过 赤王的后人赤萌红 轰 那座石山一阵 散发萌萌混沌气 太浓郁了 不朽之气 也在疯狂汹涌 那里剧烈摇晃 石浩变色 他很想杀进去 但是知道 已经打草惊蛇 就算赤王半生半死 一旦被惊动 多半也杀之不得了 这是时间之寿的阻地 有各种法阵 外面还有该族海量的高手 一旦爆发战乱 还会惹出其他各族 爵士高手来源 十号皱眉 他走了 急速而去 果然身后 那里恐怖气息弥漫 一口火红的不朽之炉 浮现在高空上 在那里沉浮 那就是赤王炉 震动古今 就是他 曾经震杀过先王 并封存在内进行炼化 此时 轻轻一摇 一些大星坠落下来 砸他山川 接着 两名灰衣人出现 潜枯如柴 立身在苍穹上 一个呼吸间 就吞下来很多星体 炼成精气 没入他们的体内 那是赤王的两名老仆人 跟住他一同闭关 无穷岁月来 一直在沉睡 而现在 他们都被惊动出事了 十号一步迈出 日月倒转 他跨过无垠的区域 动用仙道力量 脱离时间支售 这一组所在的谷地 若非成仙 他根本不可能 第一时间摆脱此地 会被身后的大顶 镇压在这块区域 更会被两名老仆发现 得速速行动 先将火灵儿 就回三千周 十号皱眉 不然的话 多半会有变故 让他放不开手脚 他庆幸 这次较为谨慎 在那里爆出自己 来自另一个不朽家族 不然的话 直接就暴露了 即便如此 恐怕也过不了多久 还是会露出一些痕迹 因为 那头时间之寿太不一般 居然惊动涅槃中的赤王 令他寄出了赤王炉 这很惊人 要不是他的道行不足 我还真以为 他是赤王了呢 十号自言自语 他快速远去 深入广阔的抑郁大地 不断深入 打探当年的罪州 究竟被置于何地 想要找火灵儿 自应去罪州 故地重游 十号颇为感慨 当年是阶下囚 杀生与夺 都在别人一念间 而今 他真身自主杀过来了 不久后 十号探听到了 罪州究竟在何地 这不是什么秘密 当年不朽之王 安兰发狂 在两届最后断开的沙纳 付出代价 探出遮天聚首 一把撞碎地关城墙 深入三千州 将罪州给抓了过去 而今 罪州就在中部地域 这个区域很恐怖 有数位不朽之王坐镇 其中 包括不朽之王安兰 不朽之王于驼 还有年纪古老的 下人的不朽之王无伤 历经很多个机缘了 在十号一直在猜测 罪州之下 到底有何物 抑郁究竟在找什么 是否真的得手了 当他接近罪州时 整片抑郁发出惊变 掀起滔天大浪 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赤王一脉发疯了 无数大军进出 要征讨各族 各个地族 都曾被警告 得到传讯 要求严查族内出名的天才 强者 给予赤王一脉 一个交代 什么交代 各族都有些发猛 能让时间之寿一族 愤怒到这个地步 疯狂恫吓各族 不惜要开战 肯定发生了天大的事件 什么事 才能让一个帝族如此 人们想象不出 难道赤王顶丢了 这可不能 各族近日来 有哪些强者外出 不在族中 平日间有哪些奇才 胆大包天 请速速爆出 赤王一脉的不朽 及强者疯了 对各族威胁 要求他们立刻告知 直到两天后 十号才知道 异国发生大地震 出现了捅破天的大事件 而始作俑者就是他 我不就是堕了一头 时间之寿吗 赤王一脉 即便愤怒 也不至于发疯吧 居然威胁各大地族 不惜一战 十号不解 他在怀疑 那头时间之寿 难道是赤王的私生子嗣 我要是把赤王给剁了 发生这种事还差不多 但那不现实啊 赤王没那么弱 功亏一篑啊 十号叹息 他很遗憾 没有能闯进去 让那头该死的时间之寿 坏了好事 晦气 真希望把赤王给剁了 第1982章 诸一语群雄 这场风暴超出各族的想象 两日以来 赤王一脉所有不朽者其出 连赤王的亲子都出关了 那可是准不朽之王 疯狂缉拿各族嫌疑犯 但凡无法说清自己两日前身在何处的各族出名强者 都被盯上了 那些人都一头雾水 地族自然不会受气 有绝顶强者出事 过问这件事 让赤王一脉给了说法 然而 赤王一脉的态度强硬的过分 不惜开战 这让各族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纷纷遣出使者 前往时间之寿的重地 前去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该族要发动族战 不惜耗取数十上百万年族运 这意味着什么 许多人不寒而栗 都毛了 十号深入醉州两日了 锁国之处 触目惊心 这一周都被黑暗物质侵蚀了 而且一万多载过去后 他们有了自己的历史 他们忠诚于抑郁 杀伐器灵力无匹 已经被收编为一支军团 如果有朝一日抑郁在大规模征伐九天十地 他们将会是急先锋 好狠的心啊 十号双眼带着寒气 醉州完了 被称作流淌住醉血的后裔 以边荒七王的后代为主 全都死去了 等于被灭杀个前进 用黑暗物质侵蚀 虽然他们肉身还在 依旧活着 但还是他们嘛 都不知道是何人了 醉州 比之下界八欲都要广袤 那么多的生灵 一个都没有能够幸免 全都落得这么一个凄惨的下场 有那么一天 我势必诛杀而等 十号发誓 望向一些不朽之王的所在的祖地 醉州 并无火灵儿 十号出行于此地 两日间倒也知道了许多消息 洞悉他去了哪里 悟道山还真是抢了 十号笑了 只是有些冷 当年 他也去过那个地方 一株悟道仙茶树 每隔一段岁月便揭满叶片 可诸人悟道 吸引无数英杰前往 这一次 非同寻常 乱世要开启了 异域在积蓄力量 随时准备出征 一群强大而激进的生灵 热血澎湃 在悟道山聚会 那些人上至不朽 下至遁移境界的修饰 各阶层都有 因为 悟道山的仙茶也成熟了 故此 他们选在这里聚会 喝着仙茶 谈论大事 准备日后的出征事宜 这次 我等一定要打进仙域去 黑暗动乱就要开始了 什么仙王 最后都要被清算 一个都胜不下 诸位 还请冷静 再杀进仙王 最后都要被清算 一个都胜不下 诸位 还请冷静 再杀进仙王御前 得先将九天十地破掉 一群生灵在谈论 都是强者 十号来了 遥望那座山体 目中光彩流转 他感应到了那缕气息 正是一株古树 散发大道气韵 就在那座山上 悟道茶树 最早时期 足以排进前三甲祖根内 是最负盛名的仙药之一 不朽之王喝此茶水 都会有些许感悟 其价值无法衡量 可惜啊 他遭结了 这株祖根被人分割 其根脉化作两部分 分别栽种于不同的天地中 药效变弱了 异域有一株 就在悟道山上 十号昔日虽然围阶下囚 但是却在这里大战 夺不少悟道茶叶 今日他算是就地重游 主动登山 仙茶古树自从被分割后 不修以上的生灵 就很少来了 都是人道领域的修士 来此争夺机缘 但是 今日不同 山上有一些不修者 而且都是赫赫有名之辈 当中 不但有心境不朽 号令一方 乃是绝世奇才 也有老牌强者 坐镇一遇 恐怖无比 散发浓郁的混沌物矮 这等若夺了人道领域的 修士的机缘 有他们在此 别人还怎么去争夺 悟道茶叶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在每位不修者的身前 都有玉杯 散发鸟鸟香气 那时悟到茶水 他们不用争夺 就有人采茶 为他们泡好了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激进 再次商讨日后出征事宜 九天十地 早该灭了 一个残破之地 居然撑到了现在 当年那些先王败亡后 那个世界就该落幕了 那里正处在末法时代 杀进去的话 对我等 意狠不利 山脚下也有很多修士盘坐 身影密密麻麻 都是一方豪雄 尤其是人道领域的修士 都各族的佼佼者 他们原本是为悟道茶叶而来 现在 不修者驾铃 那就更不一般了 这次茶道会意义非凡 听闻 最近这段岁月 我借尝试进军九天十地 结果折算了一些人马 都跟荒有关 当荒这个名字再次出现在此地时 许多人变色 有人愤怒 有人咬牙 尤其是地族 面色难看无比 当年 十号曾在这里大发神威 掀翻了所有进竹者 夺走大量误道茶叶 后来 他居然逃走了 并且跟这一界不断征伐 据传 而今九天十地 就是他在率领 阻击此界生灵过去 真是想不到啊 当年一个人到领域的修士 如今可以跟不朽对抗了 有人叹息 觉得不可理解 在某些人看来 荒简直堪比黑暗超级进化者 荒不过是人族 算了什么 九天十地又如何 不过是废土 当年我的祖先 曾经杀进去过 亲手击毙过不止一位真仙 还曾带回来奴仆 还曾带回来奴仆 而今还在我族 换养了 哈哈 我族也有这种仆从 镇压他们元神 带上枷锁 成为了最为忠诚的奴仆 另有人大笑 那是几名年轻人 竭俊不逊 都很自负 轻视九天十地 听不得那边 比这边强的话语 不过 他们所说的 并非空穴来风 事实上 在异域各个大族间 都有这样奴隶 是从九天十地鲁来的 有些人 被炼制成了傀儡 有个别生灵 被禁锢了元神 只能为他们效力 如同罗马一般 呜 那一届的生灵 有些真的很美味啊 我喜欢人族 也喜欢称族 还喜欢卵族 肉质细嫩 有一个绿发生灵 在这里舔嘴 露出雪白的牙齿 很瘦人 好了 那一日不会太久远了 你们所说的那些 都是儿等祖辈的功绩 是他们的战功辉煌体现 而今 这天下又乱了 风云再起 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 就看你们是否 能重现祖上的璀璨了 一位不休者开口 气度沉稳 自然会再现祖先辉煌 当年 我们杀得他们大败 而今自然能彻底灭掉他们 便是仙玉也不足为奇了 我们的元首到了 有人说 群雄文言振奋 这些话语一出 有些人带着野性 双眼赤胜 体内血液沸腾 恨不得立刻杀过去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这两日赤王一脉发狂 时间之寿来了树头 竟有赤王亲子 将几名有嫌疑的不休者带走 不过 这不影响什么 聚会依旧在进行 就在此时 十号登山了 他在山脚下隔着很远 就听到了这些人谈话 脸色铁青无比甚微 先到强者 一怒直下 天地都要变色 果然这里风起云涌 雾道山都在军裂 整片谷地都在颤抖 什么人 有人喝道 十号登临此地 他一眼看到了火灵儿 见到了那头黑色巨狼 这是他的目标 镇压后便直接带走 当然 不可能就这么离去 既然赶上了 自然要给予这些激进者 一场血色洗礼 都是精英 都是强者 都给震杀的话 一定会震动异域 异域 曾让九天十地 发生一个纪元的断层 无真仙 无先王今日我也震杀 让异域一代精英 几代精英断层 十号准备大开杀戒 所谓的悟道茶会 拥有非凡的意义 都是各族的佼佼者 才能来这里 轰 他来了后 什么都没有说 一掌就拍了下去 扑得几声 山峰上足有数千修士炸开 形成形神俱灭 化成血雾 啊 惨毫生此起彼伏 这个地方直接混乱了 有没死的人 是被不休者庇护了 你 何人 不休者都胆寒了 因为就在刚才 有一位不休者手当其冲 被那只大手覆盖 直接拍成了血泥 那是正面交锋 不休者不敌 十号没有说话 探出一只大手 轰的一声 将雾道茶树连根拔起 上面密密麻麻 还有两千多片叶子 即便这里有不休前来聚会 也不过耗去了一百多片叶子而已 其余都还长在仙茶树上 你敢 人们震惊 这主是谁啊 太不讲究了 居然将仙茶树都敢这样夺走 西年 就是地族的诸多强者都没有敢这么行事 怕犯众目 十号直接收走了此树 准备树 准备栽种在九天十地内 是 下一刻 他的大手再次横空 将惊恶的火灵儿覆盖 将那头黑色巨狼禁锢 把他们给镇压了 然后收进空间法器中 误到查 火灵儿再次 让他难以放开手脚 现在好了 既然出手 十号就没有打算留活口 免得这些人去报信 轰 他左掌落下 上脚下崩 方圆数十上百万里都呈现了 至于盘坐山脚下的那些修士 全部毕命 被打了个形神俱灭 只手遮天 断送了这群精英的命 是你 一定是你 在赤王闭关的撒野 你究竟是谁 有敏锐的不朽 猜测出十号可能是那个可怕的人 砰 这位不朽尽管在对抗 但还是被十号一个拳影给轰爆了 逃 这非我戒之人 有人喊道 但是 哪里走的了 他才撕裂虚空 盾入苍穹 但就被后方一只淡金色的大手给覆盖了 那只手破碎虚空 伸了过来 一把就抓住了他 钻在掌心 扑的一声 此人被活活钻成一滩血迹 准不朽之王吗 所有人都惊悚了 这根本不是对手 就算这是一群激进者 性格冷酷 坚韧 但是现在也慌了 真要对决的话 这是枉死 只能白白牺牲 扑扑扑 他们在逃 但是到头来 却都被十号给活活打爆了 死在此地 不朽之血染遍天空 轰 接着 十号又是一掌 以悟道山为中心 发生大崩溃 但凡人到领域的修饰 虽然来这里的都各族的佼佼者 但都陨落了 化成血泥 十号这一击 惊天动地 低于他道行的生灵 根本挡不住 就是不朽也难逃恶难 共有五个生灵 有的才成为不朽者 有的修到岁月漫长 存在很久了 都非常强大 可结果皆一样 被十号击杀 这是一桩惊天血案 异国参加悟道查会的生灵 被灭杀了的前进 被十号轰得 陨落在这里 他横推此地 灭杀了前进 而后 他转身就走 毫不停留 第1983章 异域天翻地覆 这是一桩惊天大案 十号血洗悟道山 将一群激进者 全部杀了的前进 要知道 这可是一群强硬派 扬言要马踏九天十地 灭掉那一届 但现在反被屠戮 一群高手葬送 几代精英就此断层 十号只手遮天 将他们横扫 一个都没有逃掉 可谓铁血无比 手段激烈 灭掉在悟道山聚会的 全部精英 周围 一杆又一杆阵气飞起 化为流光 追随十号而去 那是他早先布下的法阵 怕有人逃走 还因为 他想封锁此地 担心出手时 惊动各方高手 困住了天机 但是 他知道已经瞒不住了 就在他强势震杀所有精英时 有不休者 曾高呼安兰真名 鱼陀真名 那是很长也很繁复的名字 足有数百字 虽然不休者 没有彻底送出来 但是十号一担心 惊动了几位王 你可知 大长老孟天正在哪里 在路上 十号很急迫 揪着黑色巨狼 大声贺问 因为时间无多了 不休之王终归来出事 黑色巨狼一脸迷茫 他不知道 十号在说什么 同时 到现在了 他还在发猛呢 荒怎么出现了 居然跑到了异域 这也太疯狂了 主动杀过来了 你将误导杉 那些人怎样了 他忍不住问 杀光了 不想死的话 速速回答 十号直接搜起神魂 要探得究竟 什么 你 黑色巨狼震惊 脸色呆滞 慌做出了这等滔天祸事 敢屠戮误导杉 灭尽精英 没有比这更疯狂的事了 砰 十号将他震昏过去 没有从他的头脑中 探出想要知道的消息 随后 他很不客气 将火灵儿拎了过来 搜起石海 遭遇激烈抵抗 可惜 还是没有能找到 关于大长老孟天正的消息 事实上 这两日来 他去过罪州 也一路上抓过异域生灵逼问 都没有孟天正的线索 这让他焦虑 看来 这次无法寻到大长老了 十号一探 他来异域很不易 这一届居然没有 孟天正的线索 让他惊疑 也让他不解 十号风驰电掣 留下一道残影 消失在天际尽头 就这么远去了 时光流转 大兴隆隆 十号进入域外 离开地表 他用法阵镇压起身 掩藏气息 而后急速赶路 星河旁复倒转了 他从异域一地到另一地 接连跨过不知道多少星域 只因疆土太浩瀚 轰 突然 远空腾起一道模糊的身影 俯视万古乾坤 带着霸绝天地的气息 在星域深处引现 十号暗道糟糕 果然有不朽之王被惊动 现在要出事了 那是从地面腾起的煞气 凝聚成一个耸立在宇宙中的巨人 那是何其恐怖的法相 几缕契机而已 就能如此 是 十号割裂天地 从这里消失 他又落在一国大地上 在山川中闯过 顿迹无踪 收敛了所有的契机 送我真名者 轮回中见永生 宏大的声音 在天地尽头响起 恐怖的血气隆隆而起 简直要撑破了域外星海 挤压满宇宙了 那是意象 并非真正的血气外泄 不然的话 就算泄出少许 那天穷都要崩塌 那大地都要沉陷 那众生都要血气爆开 这就是不朽之王 他从沉眠中复苏 整片浩瀚天地 都在跟住窑洞 万物皆哀鸣 此时 无穷的生灵跪伏了下去 对那的方向顶礼膜拜 但凡叩守者 但凡前程者 但凡迎送其真名者 全都解除了惶恐 回归平静 轰 又一尊虚影浮现 朦胧模糊 但是 已经顶天立地 那是一缕气化成的 矗立在宇宙中 俯师万古 安兰 所有人都看到了 安兰觉醒 他的气息弥漫而出 自动组成一具盖世法像 俯瞰万古 他的真身也要触动啊 接着 另一股恐怖气息浩荡 一道不朽之光 撕开宇宙海 一尊无上生灵 睁开眸子 那是他的眼神 淤陀 古祖淤陀 他一复苏 这种动静太大了 任何一人复苏 都将震惊一遇 而是今日 居然有数尊不朽之王 先后醒来 不用细想 人们也都知道 发生了天大的事端 一刹那 有一只黑色的大手 遮盖苍穹 探到了雾道山 这里已成废墟 所有生灵境灭 留下的只是灰烬 因为连残血 最后都被史号炼化了 焚烧成灰 为的就是拖延时间 阻挡不朽之王探究 随着这只手出现 不朽之王的声音回荡 那是道音 但却更像是无上法指 号令天下 莫敢不从 在那低语声中 所有死去的生灵 全都由灰烬复苏 化成血液 化成骨骼 要重组在一起 再现出来 这是何等的惊天伟例 将灰烬转化 只是一道口语而已 便让形神俱灭的生灵再现 这是逆天之举 当然 这只是一种手段 在追溯过去 并非真正复活 他设计了时间领域 还有更深奥的造化之秘 十号斩进气息 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但不朽之王 却能以如此盖世手段追查 无宗阵 复苏 无尽远处 十号一生低贺 他并没有料到身后那一幕 但是他很谨慎 一直在戒备 估算时间差不多了 就开启了一桩法阵 轰 天地轰鸣 无比璀璨 有一道流光 滑破抑郁 照亮宇宙洪荒 那是绊住残乡 被点燃了 横渡星域 被一道法阵裹带住 急速远去 但是却越来越亮 灿烂的吓人 到了最后 整片抑郁 都像是被点燃了 天穷上极度刺目 庞府有无穷大火在燃烧 烈焰照耀六合八荒 异国透明了 戒海浮现 映照出那里的景象 一个浪涛就是一个残破世界 景象太恐怖了 堤坝后的世界 有生灵在渡海 而岸上还有生灵在对峙 那种景象 那种气势 惊悚世间 那是万古不见的 无上禁忌存在 见面 这炷香被十号点燃了 并以法阵包裹住 在阴域快速移动 横堵无垠虚空 方位捉摸不定 十号赶来异国 不是意气用事 不只是为了救红颜 救大长老孟天正 还想尝试重创这一戒 他豁出去了 总想将这炷香点燃 今日机会就在眼前 他发飙了 你杀我先明 徒我祖神 今日 付出利息 付出代价吧 十号低语 眼睛赤胜 他完全豁出去了 轰隆 这炷香一出 早先复苏的几位不朽之王 都神色严肃了 不光是法相出世 就是真身也都睁开了眼睛 几道眸光 如同蔑视神毛一般 覆盖苍羽 追寻那炷香 同一时间 悟到山那里形成的生灵 全都炸开了 再次成为灰烬 因为 戒灭出现 已经被点燃 强烈干扰这个天地间的 大道波动 他如一座灯塔 照耀到了戒外 这一刻 戒海中 又一尊又一尊古老的身影 在黑暗中睁开了眼睛 目光恐怖无比 太强横了 有的站在黑色的大船上 有的站在扶屏上 一起望向这里 看向近乎透明的抑郁 轰 一道雪亮的光芒爆发 从戒海批来 那是一道刀芒 横扫天下 无敌姿态 净显无依 那刀光太长了 也太璀璨了 庞扶一片宇宙那么浩瀚 清洗而来 哼 一声冷哼 安安出手 手指惊宁 散发宝光 截断天地 将那刀光砥柱 阻挡在界外 是 一杆血色的绽毛 太丰锐了 且无比突然 静止没入抑郁 粗大的吓人 粉碎苍穹 刺透了进来 当 鱼托出手 捏拳印 将毛蜂砸了出去 轰隆隆 天崩地裂 有一块区域崩开了 有一条通道要成行 戒海中的无上强者要过来 强行登陆 驾临此地 杀 然而 戒海中也不平静 又散发着滔天黑雾的存在 从海中走来 阻击那要跨界者 是戒面 抑郁有生灵笛吼 那是一位不朽之王 他的真身出世 谋光锁定了 戒面那炷香 而后一把向前抓去 10号看到了 他就知道 不朽之王实在强的离谱 可觉得还是低估了 连戒面都无效了 被快速寻觅到 事实上 他也早有心理准备 如果戒面真的有效 当年也不会留下来 等他来用 毕竟 不朽之王盖世无匹 有他们存在 足以镇守一剑 那剑灭最终无所遁形 会被寻出来毁掉 轰 最终 剑灭炸开了 那是10号的法阵 发挥最后的余味 当有不朽之王的 大手抓来时 他爆开了 很不巧 这里是一处 地族的棲居地 不然的话 那位王也不会 第一时间探查到剑灭 并要熄灭之 到了他的地头 这炷香炸开 影响是巨大的 轰隆一声 更为璀璨的光滑绽放 焚烧天雨 让这一戒暴露在戒海前 轰 一瞬间 数种兵器展落下来 进入这一戒 都是对住这里而来 感尔 这里的不朽之王陆斥 爆发无量神威 迎击了上去 是 可惜一只剑落下 从黑暗中突兀暴射而来 落在地表 他没有能及时挡住 轰 这片大地崩毁 这所谓的不朽家族的辉煌 一下子覆灭了 全部被摧毁 只有这位不朽之王的一位亲子 活着冲启 其他生灵 全部灭掉 屠夫 你还活着 抑郁 响起了一道古老的声音 炼仙湖从一个方向冲起 他的主人同样来头骇然 久远无比 啊 被毁了祖地的不朽之王 则在怒嚎 发出的声音太害人 他几乎要冲进戒海去 这是一场大混乱 整片抑郁都在大动荡 是时候了 写到这里 再给大家送上两尊盖世强者的无敌法像 发在陈东的微信上了 其中一个更是现实中的原型 超级神秘强大 想看的话 在微信上搜索陈东 加上我后 对我发送巨凶两个字后就能看到了 第1984章孤祖 同一时间 石浩退走 在这场天大的动乱中 沿住原路回返 四 可是 他倒吸了一口气 可以回归九天十地的那条通道 在赤王一族的祖地附近 可那片区域如今大军无数 密密麻麻 石坚之寿一族出了大问题 这两日来都严阵以待 简直要爆发大战了 石浩想从那里回去 难度太大 几乎不可能完成 这条通道走不通 麻烦大了 石浩想不明白 不就剁了一头大喇喇的时间之寿吗 怎么就让该族发疯了呢 他转身就走 倒也果断 镜子赶向另一个区域 他希望还来得及 趁着现在大乱回归九天十地 一眨眼就到了 他看到了一座巨城 那城中有一座祭坛 通往另一届的边框无人区 这地方一定有高手守护 石浩宁市 时间无多 要趁乱跨界 杀回去 后 远方 不朽之王咆哮 迎击戒海那边的生灵 太恐怖了 混沌雾碍汹涌 无上法力澎湃 相传 炼仙湖中沉睡着一个古老的存在 不属于这个纪元 而今他出世了 凝视戒海方向 他在寻找所谓的屠夫 是 一道神剑飞来 若是落下 还可以毁掉一个地族 太恐怖了 当 炼仙胡动了 冲销而上 撞在那一箭雨上 化解了一场大劫难 你们杀吧 我先回去了 十号冷声道 一转身 他没入那座巨城 不再关注天际尽头的绝世大战 他知道 时间无多 持续不了多久 那一意就会落下帷幕 因为戒灭已经毁掉了 祭坛附近 果然有高手镇守 那是一个中年男子 最起码容貌如此 发丝乌黑 盘坐在一个谱团上 身穿金色道袍 整个人散发不朽之气 他眼眸不时开明 既守护这座镇台 也在看无穷远处的大战 他在双眼间有混沌浮现 这是一个高手 准不朽之王 十号神色严肃 他估计要经历一场大战 准不朽之王 可不是说说而已 极度强大 唯有安兰之子 等少数人达到这个境界 这层次的生灵 跟真仙绝颠一样 快临近王者之境了 但还不是 关于境界 看住境 但有时候 却如天谦一般 不可逾越 无法跨过 让人无奈 十号目光冷烈 身体五大秘境同时发光 他将一身的惊奇神 提升到了绝颠 他根本没有时间去大战 无论是圣 还师父都集中在三两招间 不然的话 会惊动数位不朽之王 一同降临 还好 那几大无上强者 被缠住了 无暇分身 哎 年轻人真是胆大包天啊 忽然 这样一道声音 在十号的耳畔响起 太突兀了 他获得回头 看到了大地上 有一道衰老的身影 快速接近 那个生灵实在太快了 十号看住他 还在城外无穷远处呢 但是 眨眼间而已 他就进入巨城了 他很衰老 也很乾枯 没有多少皮肉 钱巴巴一团 但是 在他的身上 散发出诸多时光碎片 太恐怖了 他彷復是逆着时间而来 踏着岁月而至 十号目光冰寒 没有理会这个人 直接动手了 轰向前方的祭坛 他要在一招间解决战斗 而后回归九天十地 轰隆 天地炸开 十号五大秘境 发出刺目的光辉 弥漫出混沌器 他动用了自己终极之力 要一招绝生死 定胜负 此时 十号的各种宝树融合在一起 化成了自己所理解的 独一无二的秘术 恐怖滔天 他捏拳印轰杀了过去 这一招印中 包罗万象 容纳了太多的奥秘 有棋棚树 有真黄不死之秘 有雷帝之阳刚霸裂 才百家之长 十号演化自己的大道之法 一道拳印 可轻覆诸天 可断开岁月 轰 五大秘境 彷復在焚烧 太刺目了 仙道之力爆发 打向那个生灵 那人获得睁眼 双手结法印 动用最高深的道行 跟十号血拼 到了这个层次 很难被偷袭而死 这位生灵非常警觉 金色道袍古杖 散发不朽与混沌器 在这一刹那 彭腐有不朽之王的虚影 在他背后浮现 这是不朽之王的血脉传承者 也是某位王 唯一活着的亲子 轰 两者碰撞 惊天动地 剧烈无比 十号洞容 准不朽之王 果然强大无边 是 同一时间 在其秘术施展时 他的还在发光 他混合了另一种天生的神通 那就是曾经的第三种至尊古文 在交织 变幻 演绎 可加成其攻击力 不断叠加 噗 在这关键时刻 发生这种变化 对于那位不朽之王来说 绝对是致命的 他立刻就口喷鲜血 并且 身体出现多处裂痕 杀 十号的全音爆发 压落在他的身上 彻底的震杀而下 在一片血光中 那明准不朽之王炸开 被烘碎了 如果正常战斗 这肯定是一场很激烈的大战 我不知道要战斗多少回合 但现在浓缩在一两招间完成了 这对十号来说 消耗是巨大的 但他没有停留 一把抹杀那准不朽之王的 最后原神烙印 而后冲入通道内 就要顿走 后方 那个钱巴巴的老者苦住脸 道 早知道 你这么能行 我不如不出现啊这些 话语很古怪 听在十号耳中 令他吃惊与不解 让惊讶的还在后面 那老者跟了过来 说 不用急着回去 说两句话吧 同时 一股恐怖危压降临 绝对是不朽之王等级的存在 你是谁 十号止步 他惊疑不定 这等人物居然都现身了 刚才如果执意出手的话 那准不朽之王多半死不了 来得及救援 十号不解 你应该感应到了 我对你没有恶意 不然的话 这通道就被我阵风上了 你速度虽快 但不见得能走 老者很平和 但却是个绝顶强者 你究竟是谁 十号问 背负千古骂名的一个生灵 有人称我孤祖老人叹息 孤祖 背叛者 十号当真吃了一惊 这就师兄中 孤祖叛逃出去的 那个领军人 他真的没有想到 孤祖居然出现了 而且跟他距离这么近 十号确信 孤祖成为先王了 超越准不朽之王 当年 十兄各个强悍 同时潜力大 所以才有赫赫威名 十兄成员所在的族群 亦是如此 族人数量稀少 但是都强大到无边 当年这头老孤 还不是先王 但是在异域修到一个纪元后 早已成功进阶 成为一代绝顶强者 爱 孤祖哀叹气 看住十号的神色 知道他在想什么 不自禁露出悲哀之色 这千古骂名 背负定了 我是想帮你逃走的 没有恶意 孤祖说 十号怀疑 当年 该族的人 险些将他折磨死 而该族之祖 居然是这个姿态 太矛盾了 投靠抑郁 怎么才能让他们相信 想骗过他们 得先骗过自己啊 孤祖叹息 他如实相告 当年九天十地败相 早已端倪 注定会亡 孤祖这一支 奉命叛逃 进入抑郁 当然 所有孤祖人 都以为真的叛逃了 只有他一个人知晓 那不是真的途中 自然造成很多杀戮 甚至连着头脑 孤也满手血腥 为了逼真 为了更像他 以大法让自己 忘记真实就是 只记得 投靠了一国这件事 小半个纪元过去 孤祖尘封的记忆 慢慢开启 这时候 孤祖早已背负 千古骂名 既然如此 你为何拦着我 不让我速速回去 十号说道 他没有太相信老谷的话 心中带着怀疑 人老了 想起就是 心如刀脚 想找那一边的人 说说话 老姑说 十号无语了 这家伙真的想帮他吗 这种紧要关头 还在耽误他的时间 你放心 我是孤祖 对所谓的时间 空间都有一定干预之力 老哲告诉他 将会帮他抹出 留下的各种痕迹 现在看住在耗时间 其实在一片时光法则中 并未过多少时间 他布下了时间法则 笼罩这里 他不慌不满的 卫士号清理痕迹 将那战死的 准不朽之王的血 也给焚了 在孤祖所立身的领域中 时光庞扶停滞了 难怪他有信心那样说 不单的十号的时间 是不是你在赤王闭关地 惹下大祸 孤祖突然问 只是剁了一头时间之寿 结果该族便发疯了 莫名其妙 十号说 孤祖听闻到这句话后 目瞪口呆 整个人都有些傻掉了 身为先王能有这样的表情 实在罕见 你还莫名其妙 你知不知道 你可能将赤王给剁了 孤祖说道 呼吸急促 不可能 他那么弱 十号摇头 外面 已经有传言了 赤王涅槃 从头再来 想要突破不朽之王的极限 可是 两日间突然遭结 孤祖说道 他已经确信发生什么了 就是他都一阵无言 满腔震撼 十号自然发呆 在那里失神 就差一点 便将赤王载掉 而今只剁下来一半躯体而已 十号取出那半截时间之寿的躯体 道 真是赤王 我后悔啊 当时该拼命追杀下去 将他彻底葬面 十号抓狂了 实在有点不甘心 最后他愤愤地盯住那 半截躯体道 回去后将你烤熟 直接吃掉 若是让人听到 了解情况 一定会目瞪口呆 那可是赤王啊 居然要被人吃掉 你若是敢吃 当要小心 那多半蕴含着赤王的一些 惊奇神语倒锅道 别出问题 孤祖提醒 你若无事 就此别过 十号转身就走了 早知如此 我真不该出现啊 他居然能杀准不朽之王了 孤祖轻叹 开始在这里清理痕迹 两人虽有交谈 其实都只发生在沙纳间 因为一切都是在他的时间领域下进行的 刚才时光停滞了 轰 十号冲出通道 回归到自己这一方的世界 孤祖的本体 虽然还没有具体写 但是我在微信上提前发出他们的本体图了 想看的话可以在微信上搜索陈东 加上我后 对我发送剧兄两个字 就能看到了 第1985章都是荒作的 十号消失后 孤祖也将这里的痕迹抹前进了 他老脸通红 略有尴尬 所谓抹除痕迹 主要是擦去他自己来过的痕迹 起初他担心慌这个好苗子死在这里 可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对方斩杀了准不朽之王 走了 孤祖离去 时光碎片飞舞 他从这里消失了 出现在孤祖祖地 他的容貌快速变化 肤色晶莹 不再浅枯 他恢复了真正容貌 身材挺拔 连发丝都流动淡金色的光泽 但这只是外表 若是公公餐造化者在此 一定摇头 因为可以感应到的 他的本源出现裂痕 此生应该无望禁军先王禁了 孤祖手段逆天 就是凭此才能让 抑郁不朽之王安心 他掌握时间与空间法则 可影响岁月 干扰物质 将自己深深的伪装 从未被人揭开过 昔日 他见过十号 该族曾在炉中炼化过十号 结果却不小心造就了十号 显然那是故意为之 孤祖那时就上心了 保留着十号的一缕血 故此这次能推演到 并寻到他 虽然折服了下来 但是 哪有不透风的墙 早晚有一天 还是会惨死 孤祖自语 神色带助感伤 他知道 自己背负千古骂名 这一生一世都无法洗脱了 就算有人帮他澄清 世人也不会相信 当年 许多人都曾目睹 孤祖人的手上 沾满了自己人的血 投靠抑郁 注定遗臭万古 可悲 我已经看到了 一生的终点 这一世的污名 都去不掉了 他很遗憾 而后 他闭上了眸子 如同一座石像般 一动不动啊 缺少生机 彭扶一万年岁月 都不曾动过 此时 天穷外渐渐安静 因为大展接近尾声 见面那炷香 终究是毁了 无法当作世界灯塔用 璀璨过后 陷入黑暗 同一时间 大界的排斥力出现 不属于这一界的 太过强大的生灵 遭遇排挤 来自界海的几件兵器 被逼退 一株世界树浮现 发出璀璨光辉 定住了抑郁 无穷力量汹涌 镇压此界 使之稳固 这就是完整的大世界 有世界树在此 关键时刻能发挥巨大作用 它或许不是最强的 但是却能沟通大道与天地 变得坚固不朽 树与界合一 才能保证完整的规则交织 这一界都安静了 可是 没多久 突然又爆发惨烈波动 一座火炉 焚烧天地 太恐怖了 时间之寿所在的疆土 这一地鼓祖闭关的发生惊变 那是什么 赤王炉出世 不要说是其他人 就是其他地族都震惊了 随后 不朽之王先后被惊动 纷纷露出一色 安兰 鱼陀更是降临在 时间之寿的祖地 亲自去探查 吼 一声大吼 天地崩 赤王闭关地 那个古城炸开了 尤其是那座石山 彻底粉碎 虚空中腾起无边烈焰 天地报名 天啊 赤王出关了 有一头古兽 拖着残破的躯体 身上在淌血 从地窟中冲起 仰天怒吼 他的躯体是残缺的 发生了什么事 天地间 各路强者都猛了 许多人都深感震惊 觉得不可思议 安兰 鱼陀连妹而来 释放无敌威压 并镇压此地 赤王息怒 鱼陀说 所有人都想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然而 那里混沌气汹涌 却被不朽之王 遮掩了天机 但是 这时间没有不透风的墙 两日后 异域各族修士 彻底被惊得呆住了 因为听到了传闻 赤王被人堕了 他涅槃重生 由老区中化出的神胎 还很稚嫩 还没有净化完毕 正在积累中 结果被人斩掉了 整片抑郁都震惊了 这是何其可迁的事情 还有人赶伤赤王 太凑巧了 赤王刚涅槃 一切从头再来 他老人家自己也没有想到 有人胆大包天 敢去谋害他 这件事震动了抑郁 各族修士瞠目结舌 觉得难以置信 道兄 这件事究竟是谁做的 难道是某位先王闯过来了 安兰脸色严肃 在时间之寿的阻地坐镇 赤王很恼火 这几在全力化解恶难 如今才摆脱危局 一身道横 险些在这一次的涅槃中废掉 十号那一盏 看着简单 但对一个新生的生灵来说 太致命了 这等弱势强行干扰 中断了他的涅槃之旅 若非是赤王 别人一定被废掉了 这两日来 赤王不得已 将神胎重新又融合进老区内 原本他退下了一具残破 衰老的一退 结果现在又强行融合回去了 弥补所失 杀 赤王只有这一字 心中恨意滔天 他知道 这一生也只能止不在不朽之王静了 而他心怀吞天志 一直想破开桎梏 结果 看不到希望了 他闭关一个纪元 为了什么 还不是想展开王静 踏出那一步 原本虽然也没有什么把握 但是 毕竟还有希望 只是现实是残酷的 他再也看不到一点曙光了 不是献王 是王摇头 到了这个层次 他们可以推演 但是 涉及到了自身 这天机便混乱了 一片混沌 最后 安兰 于驼出手 帮他推演 后 这一天 异国的天穷军裂了 心斗坠落 那是赤王之怒 充满大恨 心有屈辱 他的咆哮声 震动万足 他知道是何人伤他了 那个生灵年轻的过分 而且 在这一界近人皆知 都听闻过他的名字 他是荒 曾为此界的阶下求 荒 居然是荒 他又来我界了 将赤王 给剁了 当消息传出时 举世震动 这简直不能接受 荒敢对他们的不朽之王 挥动屠刀 太惊人了 是的 真相被还原 真的是荒做的 他闯到了赤王的闭关地 将他那神胎给斩了 怎么敢相信 他是要逆天吗 这种事都做出来了 竟然能成功 抑郁沸腾了 各族修饰大振 可他啊 雾道山 那么多英才都被一人击杀 都是荒一个人做的 这桩残案的凶手 也浮出水面 让人们愤怒 惶恐 这一切都是荒做下的 这才过去的多少年啊 荒 他居然成长到了这一步 异域各族 当真被吓住了 荒的成长速度太快了 赶跑一国主动来杀伐 连不朽之王都给剁了 这让人不寒而栗 还有天理吗 有人大叫 面色发白 尤其是 镇守通道的准不朽之王 形神俱灭 对他们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荒已经可展准不朽之王了 异域各族灵魂都在镇产 就是那些地族也都争燃 不敢相信 这一切都太具冲击力了 杀了他 杀进九天十地去 这是一遇群雄的大吼声 当知道是荒所为后 有些人接受不了 大声喝喊了起来 就是不朽都参与当中 事实上 这件事比他们想象的还要严重 因为不朽之王都动了杀意 这一日 安兰 鱼驼出手了 王不可辱 安兰的那杆金色的长枪 古朴气息弥漫 混沌沸腾 带着风锐无匹的气息 简直要蔑视了一般 是 金色长枪无匹 刺透那条空间通道 即使付出代价 遭遇反噬 他们也要给予九天十的教训 只因 王不可辱 一杆金色长枪 刺透过来的沙纳 三千周矩阵 这几日 十号一直盘坐在这里 亲自镇守 不仅如此 禁区之主 水晶头骨等也都被请来了 轰 下一刻 十号融合金色兽骨 水晶头骨等 催动大罗箭胎 它要阻击 然而 这天地比它反应更为激烈 有界外的恐怖生灵要进来 威胁到了这方世界 它在排斥 在阻挡 越强大的生灵 这样跨界越会被排除在外 这是一片残破的世界 如今在富人中 对界外过于强大的力量 极度排斥 十号能够回来 是因为它当年融合过天心印记 虽然又放弃了 但是早已跟这片天地 有莫名共鸣 故此 它能从那边回来 轰 安兰的长枪依旧在动 一寸一寸的刺来 恐怖气息越发的强大了 别动 禁区之主阻止了十号 现在 那杆长枪太可怕 谁处之都有可能引发 滔天杀气锁定 爆发 咔咔 天穷上 传来奇异的声响 接着一根又一根金色的根须出现 扎根到这里 定住了这片世界 稳住了河山 这事 别说其他人 就是十号 禁区之主都震惊了 这片天地变了 一刹那而已 它们感应到了完整的大道气息 还有那越发惊人的规则 交织于此 安兰的金色长枪 被逼得向回退去 世界术 这一界 又一次诞生出世界术了 这代表什么 它说明 九天十地的大道在恢复 规则渐渐完满了 在末法时代 反噬万物 万族 成全天地本身 此界 它在恢复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轰隆隆 金色的根须更加密集了 粗大无边 从天而降 隐约间看到了一株参天古树 从域外降落 扎根此地 阵风这里 它就是世界术 太高大了 耸入宇宙中 每一片叶子都能拖着星辰等 大的骇人 它通体金黄 犹若黄金铸成 太璀璨了 十号早有预感 相见后 果然被证实 这是它昔日所见的那株巨树 曾经的树冠 托着一座混沌古殿 此外 昔日树上 还有一个金发女子 这本是一株太阳神树 向世界树进化 它最初是在下界的 而后进入了戒坟那里 而今 它进化完满 跟天地规则融合 两者合力 镇压此地 世界树现世 这意义太大了 第1986章已枉然 金色的根须 扎根乾坤间 遮拢边荒 太浩瀚了 这株古树巨大无边 怂入宇宙中 不要说那主干了 就是每一片叶子 都是拖着诸天星辰的 老树皮开裂 弥漫金光 还有混沌雾隘 老皮如同鳞片一般 古老而沧桑 带着开天辟地的气息 一般来说 也只有开天时代 才能诞生世界树 这天地残缺 近乎半回 而太阳古树也算是 混沌中诞生的先天之物 过此 在这个年代 他强行进化成功了 轰隆 安兰的长枪 风锐无匹 可杀当事朱雄 依旧向里刺 带着毁天灭地的气息 但是 世界树降临 真的改变了一切 释放完整的大道规则 将他抵住 生生向外逼去 吼 抑郁 一声大吼 安兰法相无敌 顶天立地 真身出世时 影响到了岁月长河 干扰了天地的运行轨迹 算了 不要拼了 戒海不稳 大乱将起 此时勿要付出代价 有人开口 那也是一位不朽之王 他时时刻刻在关注着戒海 谁都无法忽视那里 戒海将爆发有史以来最大的风暴 若非异域有援军 他们也不能如此平静相待 王不可辱 他日必杀而等 安兰的话语很冷漠 那杆金色的长枪 缓缓地退了回去 让天地军裂 令人窒息的恐怖气氛解除了 就在刚才 九天十地 无数生灵的灵魂都在战里 他们瘫软在了地上 承受不了那种无形的威亚 这就是不朽之王 隔着一个世界 就有如此威势 他若是过来 一个人足矣 便能灭尽众生 世界术摇动 呼地用一声 飞天而去 带着随烂的金光 他在极昼缩小 他可大可小 大时能覆盖整片世界 小时不足一寸高 现在他冲向了域外 所有人都仰头观望 十号看得清楚 在那树冠上 还是有一座古殿 散发混沌器 他当年进去过 邮寄的 那里有一块瘦骨 记录住一部古蓝经的下落 可惜这么多年来 都没有寻到 同一时间 他也看到了 有一个被生金色的羽翼的女子 站在店门口 金色长发发光 犹如太阳仙子一般 连瞳孔都是金色的 向下俯瞰 是他 十号瞳孔收缩 当年太阳神树开花 那花瓣中落下的金色的枝叶 孕育着大造化 而那女子就盘坐花朵中 她早已出世 不知道什么境界了 下一刻 世界树不见了 她在变小 带着无量光雨消失在狱外 天地安宁了 边荒寂静 原以为要有生死血战 十号都已经豁出去了 就是禁区之主都被她请出 结果却这样平息 这样也好 真要是巨战 结局或许无法预料 就算对方真身过不来 也有诸多变数 毕竟是不朽之王 毕竟她是安懒 你要早点做准备 他们不会给你太多时间 禁区之主说 水晶头骨眼窝中 有火焰跳动 也在开口 道 你错生了这一世 他们在探 十号没有赶上好的时代 缺少时间 如果再给她一段岁月 那么她将无惧十方敌 十号点头 她要奋起 必须要强行突破才行 想要按部就班的修炼 那注定死无葬身之地 就算拼命 九死一生 她也要去尝试突破 边荒宁静了 但是 十号的心却不静 她回到了天庭 在一座巨宫中 放出了火灵儿 还有那只黑色巨狼 看住他们 她心中有些苦 有些色 哦 那头黑色的巨狼 张开血盆大口 施展神通 扑了过来 要跟她拼命 砰 十号盘坐在那里 只抬起一只手而已 就将她镇压在 不能动弹了 黑色巨狼低吼住 咆哮着 快速缩小 被压得由小山般巨大 变化到了半尺高 被大手震在地上 火灵儿出手 黑色火焰带着不朽的气息 身体外 由黑色火光化成的 仙情飞舞 真皇与朱雀共鸣 气息恐怖 她也不敌 被十号镇压 十号静静地看着他们 时光无情 斩掉了太多东西 包括昔日记忆 这熟悉而又陌生的女子 忘记了一切 十号心中抽痛 这已经不是火灵儿 她的元神是新诞生的 啊 十号压抑着 一声咆哮 在天宫中回荡 若非这里被她封印了 注定要生振天下 要么杀了我 要么放我走 火灵儿看住她 露出一色 她不能理解 这个名为荒的男子 为何露出痛苦之色 看她的神色 那不是作态 而是真实的内心写照 她狐疑 她不解 你叫火灵儿 曾为火国公主 我们在百段山相识 十号声音沙哑 坐在那里 从当年相逢时 开始讲起 你在说什么 火灵儿 阴白而精致的脸庞上 写满愤怒 她并不相信 十号没有理会她 一个人自顾自说 讲述曾经的点滴 没有露下丝毫 我来到上界 在罪州找到了你 分别那一天 夕阳如险 火丧林赤红 花瓣漫天 我曾有誓言 有一天会回来 去找你 相约白首 十号说到这里 双眼忧碎 当年 他们一一别离 火灵儿一个人 站在火丧林边 不断挥手 孤零零 带着泪 庞扶知道那是死别般 孤单地站住 不肯离去 都已经快看不到她了 还在轻声地 呼唤住她的名字 可是 我没有能回来 没有见到你 十号眼中发酸 看住前方 那个黑衣女子 她险些哭出来 那一别 就是永别啊 人看住未变 但是 神魂呢 在哪里 自从站在 击道之巅 她的心硬如铁石 难以被外物 撼动根本心 可是现在她的心中 却充满了苦涩 酸楚 那一年 那一日 那一别 她孤零零 独自黯然 不舍得送她远去 一个人站在那里 不知道多久 都不想转身 伴着晚霞 伴着落花 还有露珠 还有泪水 非常孤单 十号沉浸在自己的记忆中 慢慢地说住 声音低沉 带着一股痛意 谁能想到 在相见 却是这样啊 说到安兰之手遮天 手臂横跨边框 将醉舟抓走时 十号呼吸都急促了 虽然那是一万多年以前的事 但依旧如同在眼前 她双目发红 握紧了拳头 但是 一切都在昔日 改变不了什么 你说的 我都不信火灵儿开口 您是十号 道 有谁能证实 都是你一面之词 想要策反我 十号张了张嘴 想说什么 可是一万多年过去了 局势接济 同一时代的人还剩下几个 都死在岁月中了 悠悠一万五千载 沧海桑田 在这末法时代的残界 怎能跟异域 仙域相比 这一界前哭了 十号有时自己想一想 都有种独孤感 那一时代跟她争锋 交手的敌手 都大多化成尘土了 只有一小部分人 进入仙域 十号没有说什么 封住她与黑狼的法力 带着她走了出去 直接前往下界 这一走就是很多天 从火国开始 那是火灵儿生活过的地方 尽管大便样 但还是能找到 当年的一些影子 甚至 在一些古书中 还有关于她的一段记录 随后 他们又去了百段山 又去了火族祖地 那座火道宫殿 曾经的记忆 点点滴滴 都浮现在十号的心中 至今都没有忘记 很多天以后 她又带着火灵儿登天 进入上界 她想带着她去醉州 可是 却不在了 那里有火丧灵 有着一段最美好的回忆 只是 那些都不在了 已茫然 当时 还有几个当年的人 天脚已算世 可她根本不认识火灵儿 到头来 十号怅然 她真不知道 如何去证明 去告知 看住那熟悉的面庞 她美丽更胜往昔 一身黑裙飘舞 身段婀娜 雪白的面孔 妖艺而冷峻的气质 跟以前不一样了 过去 她是温和的 现在 她有一股上位者的气息 这不是她了 十号轻轻一探 道 此情可带成追忆 只是 虽然知道 或许不会有结果了 但是 她又不是一个 愿意放弃的人 她想救回火灵儿 我曾经为你 准备了一桩造化 不知你的神魂 是否真的消散了 还在体内有残留吗 哪怕有一点点 我也不放弃 十号说道 她的目光越发的坚毅 那 其实这段时间 火灵儿已经有些动摇了 有些迷惑 十号曾带着她 去被黑暗物质侵蚀的地狱观看 这个世间 很多修士都知道 当年的黑暗直乱 十号认真地问她 可有幼时的记忆 一切是否像是断层了 火灵儿在这片大地上 走了那么久 见了那么多黑暗生灵的后裔 怎会不起一心 走 十号拉着她 腾入虚空 没入宇宙深处 要在一颗无人的星球上 帮她涅槃 她只希望 这具躯体内 还藏着火灵儿 一丝丝的原神痕迹 她想看到奇迹 这是什么 火灵儿吃惊 她看到了一颗蛋 烈焰腾腾 在十号催动先例时 这枚蛋发出五色神光 照亮了黑暗的宇宙 凤凰卵 十号告知 当年 她告别火灵儿 准备去九天 在试炼的路上 在无人区中 她曾经得到这枚 有缺憾的真黄卵 那时她就做了决定 要送给修炼火道功法的火灵儿 谁能想到 这却是一万多年以后了 这颗卵孵化不出真黄了 半死状态 活化后倒是可以成全他人 蕴含着真黄一脉 最强大的涅槃之力 我愿让你心生 十号说 第1987章黑暗之密 是 一道金光闪耀 从宇宙中划过 十号当即停止了动作 没有让火灵儿 立刻涅槃 她看到了世界树 此时 她很高大 但是绝对没有早先 看到的那么夸张 如今 也整株树体 一万丈高 她流动无尽光辉 弥漫着混沌之力 那是开天的气息 同时 她再次看到了那个女子 她站在树冠上的古墊前 凝视这里 上来一续 女子开口 邀请十号登陵树冠 跟她一谈 十号点头 带着火灵儿 还有黑狼 腾空而起 踩着混沌器 来到了树冠上 这里金光流转 清香瀑布 尤其是最顶端 有世界树嫩芽 晶莹剔透 散发着强烈的生枝气息 一座神殿 就矗立在树冠上 永不下沉 除此之外 这里还有一块世界石 这是天生的质宝 一旦炼化 可以横积仙气的 最是惊人 这些东西 十号当年就见过 没有想到都还在 十号凝视这个女子 她果然非凡 身上散发着仙道之力 绝对修为惊人 在这末法时代除缺她外 居然还有仙人 不过 想想她又释然了 这可是一株世界树啊 女子一直跟她相伴在一起 一定有天大的来头 我跟你不是一个时代的人 像是知道她在想什么 女子开口 声音带着雌性 这是一个很完美无暇的女子 金色长发如朝霞般灿烂 十号问她属于哪个时代 金发女子叹息 眼中有茫然 有遗憾 到 很久以前 相隔不知多少个纪元了 十号经查 这个女子来头这么大 我的祖父曾草创仙玉修行法 是一个险些破开王静的生灵 但她还是死了 临去前 将我封在准世界树上 什么 这次 十号坐不住了 真的被惊到了 确切地说 仙玉之法是一群生灵开创的 它只是其中的一个 是那个时代的天骄之一 亦是很多纪元以来的最强者之一女子说 她很坦诚 告诉莱丽 那么强大的人还会死 十号目光灿灿 这是她所知道的天大隐秘 自然要细问 能够开创某种修炼体系的人 就算只是其中之一 是群策群力 但终极成就 险些破开王静 也是够惊人了 她在借海重伤 最后死在了接音古殿 当听到这些话后 十号的双眼射出骇人的光芒 如同火炬般 向外喷出大道符号 交织在一起 阵列虚空 她想到了一则事 当年 在藏地时 隔住岁月河流 她看到了曹羽生的未来身 曾焦急地告诉她 一定要小心 电 当时 她没有办法真的听到 只捕捉到了一个电子 这么多年 她一直在琢磨 曾经想过很多 接音古殿 她并不是第一次听到了 因为在三千周天才争霸时 她在那残破的仙谷遗地中 就曾看到过一座 那时候 那电雨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接引一个原神 这就是接引古殿女子 指向树冠上的混沌古殿 怎么会 十号惊疑 我祖父当年打过去了 夺过来的 将之镇压在此惊发女子说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十号问 因为正好看到你要救这个女子 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吗 十号请教 接引古殿同黑暗牢笼有关 只有透过接引古殿 才能跟那里联系上金发女子说 黑暗牢笼 黑暗牢笼 关押着一个又一个原神 那是无垠的虚空 是浩瀚的黑暗疆土 是我们所不能踏足的地方 当亭岛 这里时 十号心中翻起滔天骇浪 她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了 跟她猜测的一般无二 昔日 她还曾清零过呢 在修第二道仙气时 她差点死在那的地方 因为原神离体 莫名进入了黑暗牢笼内 被关了很久 那黑暗牢笼 在岁月长河中沉浮 像是轮回之地 关押着很多生灵 有的强大的无法想象 自古不灭 你知道黑暗物质来自哪里吗 金发女子问 难道是就来自黑暗牢笼背后 她这样说 十号心中翻腾 居然听到了这样的秘密 一切只因为女子的祖父太强了 当年是一个有望破开王境的生灵 是天地间的最强者之一 所以了解的足够多 黑暗侵蚀 会带走那些生灵的元神 滋养其肉身 再生出新的元神 所以 你莫要一心 这个女子新出现的元神 还是她自己的 不是其他生灵入住 只是没有了就意 跟以前不一样嘛 十号恶然 竟是如此 火灵儿的元神还在 进入了黑暗之地 在那牢笼中关注 那究竟是什么地方 她还在 但新的元神 终究不是我所认识的那个人了 十号说道 又是高兴 又是伤感 高兴是因为 在那黑暗之地 还有火灵儿 还有希望 还可以去寻找 你们在胡说什么 火灵儿不幸 一定要透过街银古殿 才能进黑暗之地吗 十号问道 看向她身后的混沌古殿 你不用看她了 已经被我祖父摧毁 镇压 跟那里失去了联系 女子摇头 随后 她告知 街银古殿可不止一座 而是有多座 都在虚无间 横渡虚空 最怕遇到染血的古船 还有飞仙之光 以及混沌古殿 这三种东西 都是有联系的女子说 她告知 横渡虚空所见到的混沌古殿 跟这里的一样 都属于街银古殿 至于染血的古船 十号知道 那源自戒海 在海中漂流 她看到过不止一艘 他们都有什么联系 难道进黑暗之地 不止一种办法 不一定要挤住街银古殿 十号问 还有一种办法 可进黑暗之地 更能探到黑暗之后的终极秘密 也是很多人在闯的路 那就是横渡界海 女子说 十号没有说话 眼神越来越璀璨了 今日得到了太多的消息 她在消化 她在思考 内心翻腾起巨浪 有些事就是禁区之主 都不知道 因为她已经残缺了 只剩下了执念 昔日的旧意早已被斩掉了 横渡虚空时 若能看到飞仙之光 解偶然的时候 可以及她撕开一道缝隙 进入黑暗之地 但是进去的生灵 从来没有活着回来的 竟是这样 十号点头 街银古殿 可去黑暗牢笼 街海的尽头 则连层黑暗之地后方 最大的秘密 想破开王境的人 都去走街海那条路了 因为当年有一双浅浅的脚印 通往哪里 那不是一般先王 所能留下的足迹 金发女子说 十号沉默很久后 向她施礼 深深表示感谢 不然的话 即使用真黄卵 帮火灵儿涅槃 也找不回从前的那个人 原来她在黑暗之地 一万多年了 她受了多少苦 一个人被孤独地关在那里 黑暗侵蚀 有时候也不能带走 一个人全部的灵魂 会残留下一些女子说道 她了解很多 十号点头 她想到了孟天正 若非还有残灵 怎能帮她出手 杀死真仙 只要他们的原神还在 还活着 就还有希望 她一定要救 不过 十号心中浮现阴霾 想起了她自己当年的经历 莫名进去后 若非她超烦 当时就死在了牢笼中 黑暗会抹杀繁体 牢笼也不是谁都能享用的 有资格成仙 成为不朽的生灵 他们的原神会被保留着 金发女子说 十号一惊 这女子的祖父果然逆天 连这等隐秘都探出来了 难怪最后陨落了 一定接触的太多 涉足的太深 被黑暗阻杀 随后 她想了又想 觉得遍体生寒 令人惊悚 那牢笼有选择性的保留原神 到头来留下的都是强者 关押着他们的原神 这到底是想做什么 越是深思 她越是觉得可怕 这世间的生灵都在渡啊 金发女子感叹 过程中 火灵儿神色复杂 那两人都没有背住她谈 令她心中翻腾起滔天骇浪 哪怕不相信 不愿接受 可还是有些动摇了 那块骨所指引的究竟是什么功法 十号请教 看向混沌骨殿 其实也是接银骨殿 当年 她在那里发现一块粗糙的骨 那上面讲述世间有一步法 金事无匹 号称天地都没有得到过 那块骨是我祖父他们那一代所留 于不同时代显化不同大道文字 告知后人据猜测 应该是原始真结的下篇 原始真结的下篇 这则消息非常惊人 相传 原始真结共有三篇 上篇为神影 中篇为超脱 下篇则无人得知什么情况 你要小心 我祖父那一批人也想立先庭 那几人以地自居 但是终究是没有破开王境呢 受不得那种福分 到头来先后折损了 连族人都差不多死光了 我被封印 还有一个屠夫逃到其他古街去了 听闻最后闯入戒海 当十号听到这些 既是震撼 又是发呆 竟有这么多讲究吗 难怪粗糙的骨头上写著 天帝都不曾得到的造化 历来 敢在仙道领域中称帝 还是有些人的 但其实都没有破开王境 到头来死得都很惨 警法女子告诫 十号点头 他成立了天庭 凡人中已经呼唤他为天帝了 但这只是在末法时代的 残破世界而已 这不是仙域 也不是异域 他觉得什么称呼都无所谓 一个称呼而已 又能怎样 秀 最终 世界树化成一道流光 载着那女子远去了 消失不见踪影 十号带着火灵儿 回归天庭 后者神色复杂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不时悄悄看向他 这是凤凰仙卵 你说好 日后对你有大用 十号说着 将真黄卵送给火灵儿 我不要 火灵儿后退 岁月悠悠 一晃就是百年过去 十号彻底沉浸下来了 他在闭关 在苦修 因为 他知道 想去黑暗之地 凭他现在的修为还不够 他需要晋升到先王领域去 但是 别人会给他机会吗 第1988章 众仙降临 百年后 十号出关 他准备行险 要貌似冲击先王境 他现在可以征战转先王 能够震杀先王以下的敌手 但是 真要对上先王 那肯定不够看 所以 他心有忧虑 必须要冒险一搏 如今没有时间给他继续积淀 安静马上就要被打破了 因为 戒海那里发生了惊天大战 早有生灵登岸了 已经在那里厮杀 那个地方的强者全都不可想象 都是历史长河中活下来的天纵生灵 任何一个出世都会惊破天 可以说 戒海中的生灵都是各种时代的主角 是真正站在风口浪尖上的绝底人物 不然的话 可以让先王 不朽之王都如临大敌 这些人的回归 意味着大动乱 有的生灵还是自己 有的生灵早已迷失 真我不在 换了一个人 去请人 十号出关后 吩咐道童去传唤赤龙 穆青等人去请天脚椅 如今这一世 熟人只剩下他们几个了 只有雷灵 皇蝶 天脚椅他们少数几个成为极道强者 位列至尊巅峰 很多人都老于岁月中了 当年的八百子弟兵都不在了 接替他们的是后人 十号望了一眼 天庭后面的群山 那里有太多的坟墓 有些人曾追随他很多年 但终是敌不住岁月 穆青来了 朱灵到了 天脚椅 雷灵 黄蝶 打神石几个也都出现 这些人曾经属于一个时代 也是此间那个时代 活下来的最后的生灵了 火灵儿也再次 这些年来 他都被禁足于天庭内 倒也没有尝试逃走 在他脚下 是一只半尺多长的小狼 人们知道 肯定有事情要发生 师父 你怎么了 侍龙问 我想念大家了 十号说 他想了想 让人到天庭后山 去开启一座大坟 那里有一座特别山谷 埋葬着两个生灵 这是一处玄妙的藏穴 本来不属于这里 是从其他地方移过来的 当藏穴被打开后 里面传来怪叫声 跟狼嚎一般 天杀的 遇上偷坟掘墓的了 敢偷到你祖宗身上啊 不想活了吧 那是曹雨声的声音 气急败坏 汪汪 接着 传来狗叫声 谁敢到我陵墓 汪 天庭的几名神将无语了 这两位怎么还活着啊 初时 还真吓了他们一跳 仔细观察后 发现一人一狗并未死去 我们是天庭的神将 一人赶紧解释 他是八百子弟兵的后代 咔嚓 一道清脆声响传来 一个老道士穿着宝衣 破碎神云而出 他是曹雨生 很胖 也很苍老 须发花白 在另一侧 还有一只小狗 巴掌大 毛发都发红了 老得不成样子 是无中先亡养的那只狗 不过道行已废 当年 这一人一狗都没有进军 寄到绝颠 被十号封在了神园中 葬在这里 什么 荒命令你们掘墓的 曹雨生孤农 即便不满 也不得不出事了 不过 道也不担心 十号还在 能迅速炼制神园叶 将他们重新封印 七八千年未见了 当进入中央天宫 曹雨生感叹 略有唏嘘 因为当年的人 没有剩下几个了 他知道 都失去了 随后 禁区之主 水晶头骨等几位老妖怪 也被请来了 所有人都知道 一定有大事要发生 不然的话 十号不会兴师动众 将他们都召唤过来 我准备拼死冲击仙王静 今日跟大家小聚一番 十号很直接 告诉他们这一事实 除却禁区之主 等几个老妖怪外 其他人都发呆 十号命人准备了一口大顶 然后亲自动手 将一头骨兽的躯体取出 只是半截 流动神秘宝光 这是什么种族 朱灵问 时间之兽 赤王 十号打倒 哗当一声 曹雨生手中的九碗 掉在了地上 砰的一响 小狗仔撞翻了一张浴室桌 太吃惊了 赤王那是什么人 当年跟九天十地的 先王厮杀 并强势炼化过 先王的无上存在 他居然 被剁了 碰巧而已 十号笑着 向他们解释了一番 太舒心了 剁得好 曹雨生大叫 小狗仔更是汪汪地吼了起来 当年赤王可是大发雄威啊 让仙谷一代人都闻之变色 这是神胎 并非涅槃完全的赤王 十号也不知道 这蜕变中的血肉 有多少精华 他一直还没动过 今日宴请众人 接着 他又取出一株宝树 浮现在中央鞠躬内 正是悟到仙茶树 挂着两千八九百枚叶片 璀璨生辉 悟到茶 禁须之主惊讶 化作白衣男子 坐在了这里 这可是好东西 能帮人悟到 巩固修为 突破境界 这是你突破时 最需要的东西 就不用惦念我们了 天脚一说 无妨 突破仙王那的层次 这些东西 多半用不上了 十号摇头 不久后 这里肉香扑鼻 顶中熬出的汤汁 流淌七彩山霞 锐气喷勃 芳香浓郁的诱人之极 赤王若是知道 一定会被气得 一佛出世 二佛升天 这些人大快朵一 在吃赤王的肉 不行 这东西蕴含的精华 太古怪了 虽然没有称报我 但是 有些难受 无法继续享用了 曹宇生第一个叫了起来 随后 其他人也有感 吃了一部分就停下来了 至于禁区之主 只是在喝茶 并未吃下时间之寿的肉 十号无觉 仔细体味这种肉质 他在寻找 看有没有不朽之王的 稻果碎片的 但到头来没有发现 火灵儿也有份 十号将鲜嫩的肉质 送到他进前 最后 大顶中的肉 大半都被十号解决掉了 赤王的半个神胎 被十号给吃光了 随后 几人喝茶论道 很多年未见 如今又剩下他们这几人了 自然有很多感慨 有许多话要说 瓮 突然 天地一震 十号后的抬头 双眼中有惊人的光束飞出 望向天宇上 他知道 出问题了 有大街之门开启 是那种强烈的波动 天穷上 有一座门打开了 仙光阵阵 瑞霞万道 一条金光大道铺展开来 载着一些人出现 随后 那座门又闭上了 就此消失 慌 是否还在世间 如果还活着 速来接法指 有人喝道 声音震动了九天十地 这是一位真仙 屁拟天下 冷漠地看住这片山川大地 一时间 乾坤内寂静了 只有他的声音回荡住 而各族修士都闭上嘴巴 没有人回应与接口 中央天宫内 十号轻叹 说 我以为会是不朽之王仙 对我动手 想不到是仙王仙 对我下手 他盘坐住 没有动 继续喝悟道茶 师父 十号 赤龙 天脚仪等人 都露出忧色 仙玉的人马 怎么又来了 这次显然来着不善 那一股又一股气息 太强烈了 大胆 既然伟天亭还在 为何无人应答 哪怕慌死掉了 你们也可带他来接纸 那名真仙喝道 他称天亭为伟天亭 带着冷冽之意 你就这么盼我死去吗 十号出现 带着天脚椅 木青等人 还有一群神将 迎上高天 神色冷漠 哪来的混账真仙 打神石喝道 你还真的活着 这名真仙瞳孔收缩 当年仙玉遣除天才 在仙道高手的保护下 来这一届争夺天心印记 结果所有天才都被荒给轰杀了 连真仙都有人陨落 他自然心中一紧 怕是号暴起发难 荒 你供应法指吧 这名真仙说道 抬手间 一张金色法指浮现 他就要宣读 而在他的后面 还有一群人 其中有几人为真仙 还有一个生灵气息恐怖 法力雄魂 居然是一名准仙王 这让十号皱眉 仙玉居然能将准仙王送下戒了 手段惊人 哪位仙王的法指 十号问 那名真仙冷笑 他手持法指 道 慌 你未免太高看自己了吧 十号目光冷冽 像是闪电一般犀利无匹 顿时让这名真仙打了个冷战 他不由自主倒退了两步 这是陀目准仙王的法指 还不恭迎 跪接法指 他轻斥道 然后 他看向后方的几人 对那中心处的准仙王很恭敬 显然 所谓陀目准仙王就是那个人 天庭的人都很愤怒 仙玉来客未免太蛮横了 上来就让天庭之主跪接法指 欺人太善 你想死吗 十号只有这么几个字 看向那手持法指的真仙 念给他听 就在这时 不远处 那个名为陀目的准仙王淡淡地说道 让这名真仙念法指 慌 擅自立下伪天庭 逆反仙道 那真仙大声念道 赫持十号 言语言厉 为他降罪 依照法指所说 要将十号压向仙玉 听后审罚 慌 你还不接旨 这名真仙喝道 这次 虽然没有让十号跪接 但是那种姿态 却没有收敛 依旧很张扬 很自负 因为 他身后站着一名准仙王 有这等大人物坐镇 他相信 这次慌完了 要被镇压致死 可惜 他不知道 就在这么数千年内而已 荒修为大镜 成仙了 且去过异域 杀过准不朽之王 如果他知道 一定会胆寒 不敢出声 一切都是因为 十号的修行速度太快 远远超出了这群人的预料 毕竟才过去几千年而已 找死吧 十号只有这么两个字 而后挥动拳印 轰的一声 向前砸去 噗 那巨大的拳头 如同一座小山似的 砸在虚空中 那真仙想躲避 可是却被法则所笼罩 跑逃脱不了 当场炸开 被砸成一团血物 一拳而已 这名真仙就毙命了 你敢 驼目准仙王大怒 竟敢当着他的面杀他的人 你不过一个准仙王而已 凭什么这么自负 要对我审判 对我下法指 十号寒声道 最让他动怒的是 驼目就在他不远 远处 亲自开口就是了 可居然让人传法指 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好像不屑于同他多说 我乃准仙王 而等不接纸 想违抗仙域的意志吗 驼目阴沉住脸说 准仙王算个屁 我又不是没有杀过 十号断和 直接就出手了 向前轰杀 同时 他施展了大神通 包裹住这片虚空 横移到了宇宙深处 避免毁掉下方的山川万物 你 驼目吃惊 他一个没有留神 居然跟住横移到了这里 有些丢人 那就另外三名真仙 还有一些跟随者 也都被横移了过来 全都心惊肉条 杀 十号大喊 让众人震撼的事情发生了 激烈搏杀 在恐怖的大战中 十号将这准仙王驼目 给击毙了 一拳轰穿他的额骨 粉碎元神 避其性命 扑 准仙王驼目炸开了 被十号杀了的形神剧灭 剩下的人亡魂皆冒 这个荒他要逆天吗 这才多少年啊 他连准仙王都能杀了 第1989章巨大危机 托木 一位准仙王被杀 吴天窟等异象 因为被这个世界吸收了 这些年死在这一季的不朽 真仙都是如此 残破世界在恢复 反噬众生 但凡有强者死去 庞大的精气都会被天地汲取 其神通规则都融入大道中 其他人慌了 方才自信满满 有些追随者不是真仙 却依止气使 俯看着天庭重墙 可现在看起来 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他们所仰视的准仙王 就这么被人击杀了 这如何是好 一时间 这些人面色发白 心中惶恐 不知怎么办 这跟他们预料到中的样子 完全不一样 在这些人看来 准仙王下界 将降服一些敌 什么荒 什么天庭 都将是土鸡瓦狗 不堪一击 那些追随者 是跟住来瓜分造化的 无论下界多么平级 肯定有些天才地宝 这一次准仙王降临 注定要镇压天庭 而他们可以搜刮宝库 得到巨大好处 可惜 一切都跟他们想象的不一样 就是几位真仙 也都面色难看 心中打鼓 很后悔 真不该凑这个热闹 基于下界宝物作甚 慌 你有些霸道了 有事可以相伤 可以要斩杀我被修饰 一位真仙映住头皮开口 不开口不行 因为慌的眼神非常不善 已经盯上了他们 流出一缕一缕杀气 都要来镇杀我了 给我定罪 灭我天庭 我还难道还真的要跪接法指不成 十号冷淡地问道 慌 此事好商量 我们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 你要知道 天衣不可为啊 一位真仙眼中金光闪烁 他想稳住十号 天衣不可为 哪个天衣 十号问 敖胜仙王 太史仙王 原出仙王 就在这时 一位看起来相对来说 很年轻的真仙说道 他不久前才成为真仙 骨子里有一种傲气 看十号这么强势 他觉得不顺眼 排出三大仙王压制他 其他两位真仙闻言 面色顿时变了 暗道糟了 当年 仙玉的人早领叫过荒的强势了 敖胜仙王 太史仙王的嫡系血脉 都被荒给杀了 敢跟他争夺天心印记 说斩就斩 现在还拿仙王来压制他 冲他的秉性 肯定无效 更平添了在场众人的危险系数 敖胜 太史 原出 亨 仙王而已 也妄称天意 他们凭什么给我定罪 十号脸色阴沉了下来 那相对年轻的真仙脸色微变 他闭关很多万年 才成就真仙果位 虽然对这个荒不是很了解 但也看出来了对方的强硬 可 敖胜 太史 原出三位先王 不是一定要给你定罪 只是想质询 既然你不相信 那就算了 我等告辞 一位年老的真仙开口 他恨不得立刻离开 三个老混账 十号寒声道 他对敖胜 太史反感到极致 当初他进仙域 那两人就出手 将他险仙灭杀 若非禁区之主 请动盘王 他多半就死掉了 你 放肆 敢辱仙王 那年轻的真仙贺道 那是在辱及仙王 这种关口 他觉得需要有所表示 退回仙域时才好讲述 他想象三大仙王家族示好 眼下不需要动手 只稍微的一整言辞一些 可惜 他不了解十号 才出关 根本不知道荒的性情 最起码另外两个老家伙 就很低调 没敢多说什么 轰 果然 年轻的真仙 为自己的正义感 付出了代价 一个拳头砸他这片星空 笼罩苍蝴 向他轰杀而来 不是他不强 而是敌手太妖孽 法则如瀑布 从星空中垂落 淹没了他的这里 将他近乎近骨 他一声大叫 全力对抗 拍出一掌 先到符文漫天 可是根本挡不住 扑 此人暴碎 形神俱灭 你们还要我动手吗 十号问道 看向其他人 不敢 两尊真仙服软 十号毫不客气 将他们镇压 并把所有人都给封印 然后交给了天脚椅 木青等人 摸索他们的仙道符文 寻找成仙契机 两位真仙的脸色 当时就绿了 堂堂真仙啊 被荒情注也就罢了 还要被人到领域的修饰随意摸索 他们心中不甘 却也不敢反抗 一身道横都被锁住了 这样做 是否会有大祸 曹玉生低声说道 毕竟 这可是扣押仙玉的生灵 一个弄不好 就会惹来天大的麻烦 十号轻叹 即便低头又如何 事情早已摆明 敖胜 太史 原初想杀他 这不是第一次了 预置他于死地 那可是仙王 服软就可以躲避死劫吗 根本不可能 仙王杀鸡 无解 与其如此 不如痛痛快快 想杀就杀 想斩就斩 三大仙王尽快派人来拿他好了 他绝不会跪节法旨 可以死 却不能受辱 再者 他杀鸣圣 太史的后代 又不是一个两个了 这次还死了一尊准仙王 不知属于哪一族 狮子多了 还怕养吗 托木 久居未归 仙玉一些势力 意识到可能出了问题 这让他们惊折 下界又不是什么龙坛虎穴 还会有意外不成 数日后 仙玉有几人 降临三千周 探索陀木等人的线索 天庭 将人拿下了 他们简直不敢相信 故此直接登门 不过 这几人没敢放肆 只是请天庭放人 结果当然是被拒绝了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当我天庭是什么 想缉拿我等 被擒后 还要我们放手 这几人灰溜溜地离去了 禀告仙玉强势人物 引发震怒 数日后 两尊准仙王下界 手持重器 要来打杀十号 那件兵器太恐怖了 散发着无量仙光 简直要毁了此界 但这也到了临界点 最多也只能过来两尊准仙王 便要被这方世界所排斥 而且 那兵器应该是封印了很大一部分威能 不然也带不过来 禁区沉眠的一些老家伙都被惊动了 仙王法器 太使仙王动怒了 有人低语 那是封印的仙王法器 令九天十地各方震撼 十号无拒 他被惊动出关后 提着大罗箭胎就赢了上去 既然对方想要他的命 管你是仙王潜出的强者 还是有什么背景 以履击杀 违抗天意 今日授手 两大准仙王连妹出手 一同催动那仙王法器 太使 敖胜 元初 也敢妄称天意 杀 十号大吼 在星空中跟他们交手 这一战杀的日月无光 山河失色 星斗崩开 大罗箭胎 从来不弱于人 欲强则强 居然能抵住半封印状态的仙王法器 爆发出赤圣的光辉 噗 血光闪耀 大战上千河后 十号一剑斩落下来一颗头颅 那元神想逃走 结果被剑光搅碎 一味准仙王毙命 他话到了 海量精气被这片宇宙吸收 自身爆碎后 化作规则秩序 融入大道之中 你 另一人惊悚 手中虽持仙王法器 但是却几倍发寒 他展开虚空 逃向通往仙域的那道门户 不想再战了 只是 他没有能逃走 啊 在边逃边战中 他被十号一剑划开胸膛 鲜血喷涌 接着 剑锋洞穿其眉心 将他击毙在星空中 是 可惜 仙王法器没有能留住 化作一道流光 冲向那道门户 飞回了仙域 几大禁区的强者 无不动容 荒城长果然迅猛 让他们都深感震惊 有些人双目深邃 混沌浮现 不知在私存什么 仙域 太史先王所统驾驭的古老宇宙 发出一声冷漠而无情的哼声 逐天星辰都是一阵 另一些真仙浑身发冷 将在那里 太史先王动怒了 道兄 戒还有变 现在莫要前往下界 如此付出代价 杀他不值 熬圣在亿万里外出炎 仙王要想过去 不是没有办法 但是 却要付出代价 他们这一遇跟九天十地 本是同源 如果闯入 伤那一界大道根基 会有诸多因果 原初盘坐混沌中 闭着眸子 一开口 无 我观下界法则见完整 大道复苏 整片天地在恢复 无需多久 此界自身足够强大时 就不会排斥我等了 可以入内 仙域 异域 天地完整 大道够强 所以不排斥 仙王以下的高手 任而出入 九天十地 当年被打残了 如今一直在恢复中 岁月流转 数十年后 边荒无人区那里出现异动 有绝世强者杀出 竟是准不朽之王 两大强者 其中一人手持一杆金色长枪 那是安兰的兵器 带着无量威能 要刺穿此剑 还有一名强者 手持安兰的盾牌 如同龟甲 散发妖异之光 气息恐怖 安兰 西年大战时 一手持金色长矛 一手持盾牌 勇冠天下 所向披靡 这两件是他的成王之气 现在 有人持着他们 杀了过来 这是要杀十号 不给他机会 轰 十号虽然在闭关 但这种事 怎能不惊动他 他第一时间赶了过去 迎击大敌 大罗剑胎发光 景象骇人 不仅有飞仙之光 还有流血飘炉 血液漫过坟地的可怕景象 令一遇两大强者都震撼 激烈厮杀 惨烈大战 最终 十号将其中一人力辟为两半 令那人手中的金色长枪 轰鸣不止 想要解开全部封印 但是 他没有成功 扑 另一人被十号腰斩 而后灭起原神 生死搏杀后 这里安静了 两件兵器都盾回了异域 不朽之王的兵器留不住 至此 天地寂静 静区内的生灵确信 如今先王之下荒已经无敌手 根本杀之不了 这或许是一个时代的开启 或许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他们都在等待惊变发生 因为 他们都预感到了什么 十号自身也在等待 最近这些年 他抛弃了所有法 所有的宝树 只修他自己的大道 开辟自己的路 或许 也可以说 他将昆鹏 柳神 真黄 雷帝等盖世强者的宝树 都吸收了 化作自身大道的养料 将不灭精 原始真解 六道轮回等 无上天功分解了 融为自身的体系内 他融合所有 真正走出自己的路 很难再看到 其他人的影子 他在准备住 想要踏出那一步 尽管知道 这很难 比之九死一生 还要可怕 但是 他现在已经没有选择了 被逼到了绝境中 抑郁的安兰 赤王 想要杀他 也就罢了 可怜仙玉的敖胜 太史 原初都想取他的命 这是巨大的威胁 压得他快喘不过气来 快点 快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